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洪武二十五年 太子朱镖的死 使得一切似乎都有了转机 朱镖死了 主角的位置终于空了出来 时机到了 朱镖的儿子朱允文 不过是个毫无经验 年幼无知的少年 这样的人怎么能承担帝国发展的重任呢 换人吧 也该搞个公开招考之类的玩意儿了 退一步说 就算不搞公开竞争 也该给个抓究的机会啊 老爹 不能再搞一言堂了 多少给点民主吧 朱镖有着无限的期待 他相信只要公开竞争 自己是很有优势的 那个小毛孩子懂得什么呀 论处理正式出兵打仗 谁还能比得上我 当然 宁王打仗也很厉害 不过他只是一介武夫 这样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家伙 也想继承皇位 除了我 还有谁 可是出乎他的意料 朱元璋对朱镖的深厚感情使得他又一次搞了暗箱操作 他真的任命了只有十五岁的朱允文为太子 哎呦呦 白干了 这下真是白干了 朱镖虽然文弱 到底是自己的哥哥 长兄为父吗 论资排辈 朱镖心理上还说得过去 毕竟人家参加工作早 可那个十五岁的小毛孩子 居然也敢在自己的头上作威作福 无论如何想不通 无论如何办不到 但这是事实 一旦父亲死去 这个小孩子就会成为帝国皇位的继承者 到时不管自己是不是愿意 都将跪倒在这个人的面前发誓效忠于他 他懂得什么 既无战功又无政绩 凭什么当皇帝 人生最痛苦的地方不在于有一个悲惨的结局 而在于知道了这个结局却无法改变 如果说之前的朱镖只是抱怨 那么朱允文继位后的朱镖 就是真的准备图谋不轨了 用法律术语来说 这是一个从犯罪预想到犯罪预备的过程 红武29年1396年 明太祖决定对北援再次发动远征 主帅仍然是朱棣 这也是朱元璋一生中制定的最后一个作战计划 朱元璋真的老了 青年时代的意气风发 纵马驰骋 只能在脑海中回忆了 但他的意识还很清楚 必须在自己死之前 把所有的事情都解决掉 这样大明帝国才能不断的延续下去 永远强大繁荣 国内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但卓越的军事直觉告诉他 北援仍然是国家最强大的敌人 一定要把这个邻居连根拔除 而朱棣当仁不让的成为了统帅 虽然他已经不再愿意去干这些活 毕竟自己只是打工的 出兵打仗成了义务劳动 干好了是老板的功劳 干坏了还要负责任 这样的差事 谁愿意干呢 可是即将卸任的老板朱元璋 不是一个可以商量的人 谁让你当年表现的那么好 就是你了 不干也得干 那年三月 朱棣带着复杂的心情 从北平出发了 此次他的战略和上一次大致相同 在军队抵达大宁后 他先派出骑兵去侦查援兵的方位 在确定援军所在的位置之后 他带兵翻山越岭 在彻彻尔山找到了援军 这一次他没有再玩怀柔的那套把戏 连杀带赶把北原军队赶到了数百里外 并活捉了北原大将索林贴木尔等人 按说任务已经完成 也该班师回朝了 北原的难兄难弟也在远处等着呢 心想既然仗打完了 人也杀了 帐篷也烧了 您呢 早点走吧 等您走后 我们再见社 但这一次 朱棣心情不好 于是北原就成了他发泄的对象 他一气就追出了几百里 一直追到乌梁哈图城 打败了北原大将哈拉乌 这才威风凛凛的回了家 郁闷的人真是惹不得呀 朱棣得胜回朝 却没有以往的兴奋 这呢也是可以理解的 朱元璋的心思却大不相同 在他看来 国家又多了一名优秀的将领 朱允文有了一个可以依靠的好叔叔 当然 这只是他自己的想法 此时朱元璋真正感觉到一种解脱 他打了一辈子仗 忙了一辈子的公务 不但干了自己的工作 连儿子孙子的那份 他也给代劳了 此时的大明帝国 已经恢复了生机和活力 人民安居乐业 商业活动也有相当的发展 朝鲜归顺了大明 北原已经被打成了游击队 而朱元璋对他制定的那套政策 更是信心爆棚 在他看来 后世子孙只要有着基本的行为能力 就能保证万事平安 都安排好了 我也可以放心的走了 对大臣们来说 朱元璋可能不是个好君主 但是对朱元璋的子孙们来说 朱元璋是个好父亲 好祖父 朱元璋的这种行为反差的理由 也很简单 就如同今天独生子女的家长 特别是那些当年曾经挨过饿的人 自然不忍心让孩子受自己那样的苦 他们恨不得代替子女 去承担他们将来要经受的苦难 就如同今天的所谓代沟一样 子孙们有自己的打算 他们是无法体会朱元璋这种深厚的父爱的 在他们看来 这个白发苍苍的老者早就应该领退休金走人了 他们关注的只是这个老者所坐的那把椅子 这里原本是一片宽阔的农田 在一次政府征地中被征收 种上了草 并成为了皇室的专用马场 朱元璋现在就站在这片专属于他的土地上 多年的马上征战使得他对于骑马这项运动 有着浓厚的兴趣 他始终不能忘怀当年的纵马驰骋的岁月 岁月催人哪 当年的风华少年 如今已经年华老去 当年的同伴好友 如今都已不见踪影 回望这一生 我得到了什么 他又失去了什么 为了建立这个伟大的帝国 他付出了自己的青春经历 牺牲了爱人朋友和属下 他杀了很多人 做错了很多事 现在终于走到了终点 朱元璋又一次跨上了马皮 虽然他的身体早已不适合骑马 也不负当年之勇 但当他骑上马挥动马鞭 一股熟悉的感觉 油然而生 是的 一切 仿佛又回来了 他纵马驰骋 江河大地 被他踩在脚下 锦绣山川 被他抛在身后 一个个的身影 在他眼前浮现 郭子兴 马皇后 陈有亮 徐达 长玉春 王宝宝 胡为雍 兰玉 有的他爱过 有的他恨过 有的他信任过 有的他背叛过 有的是他的朋友 有的是他的敌人 此生 足矣 足矣 少贫见戏 壮志扬 千军如猎 怒贤张 我雄武戏 大明强 我雄武戏 天下壮 我雄武戏 看勒住马头 迎着落日的最后一丝阳光 向壮美河山投下最后一瞥 仰天大笑 我本怀又不依 天下与我 何家乎 洪武三十一年 一三九八年 明太祖 朱元璋 崩 年七十一 朱元璋 病逝前 指定皇太孙 朱允文继位 朱元璋 逝世时 很是安心 他认为 朱允文 一定能够继承 他的意愿 将大明王朝 治理得更好 一个安心的人 走了 留下了一个 忧虑的人 朱元璋 巨大的身影 从朱允文身上 消失了 朱允文 终于可以自己 处理正事了 但这个年仅 二十一岁的少年 惊奇的发现 他仍然看不到太阳 因为有九个人的身影 又笼罩了他的头上 这九个人 就是朱元璋的九个儿子 从东北到西北 分别是 辽王 宁王 燕王 古王 戴王 晋王 秦王 庆王 和肃王 如果说皇帝 是最大的地主 那么这九个人 就是保卫大地主的 地主武装 朱元璋在全国各地 封了二十四个儿子 和一个孙子为王 这些特殊的人 被称为藩王 他们有自己的王府和军队 每个王都有三个护卫 但是在这请您注意 这三个护卫 不是指三个人 所谓护卫 是一个总称 一个护卫的人数 从三千人到一万九千人 不等 这样算一下 就可以了解 藩王们的军事实力 按说 这个数字 其实也不多 区区五万人 自然干不过中央 朱元璋 在安排军队建设时 是有所考虑的 但事情往往坏就坏在 例外这个词上 可以例外的就是我们上面提到的 这九个人的某几个 他们之所以可以例外 是因为他们担负着更为繁重的任务 什么任务呢 守护边界 这九个武装地主 就如同九大军区 分别担负着不同的任务 其中燕王和晋王势力最大 他们各自带有十多万的军队 可谓是兵势强大 但这二位还不是九王中最生猛的 公认的打仗第一强人是宁王 此人代甲八万 隔车六千 看似兵力没有燕王和晋王多 但他手下却有一支 当年最为强大的武装 朵延三位 这是一支特殊的部队 可以说是明军中的国际纵队 全部由蒙古人组成 战斗力是极强 可能有人要问 为何这些蒙古人甘心给明朝打工 这个答案也很简单 因为明朝按时发放工资 这些外员们吃饱饭 还能去娱乐场所休闲一下 而北员却是经常打白条 打仗前许愿抢到的战利品 归个人所有 结果呢 往往抢回来就要先交集体 剩下的才是自己的 这就是明显的赔本买卖了 拼死 抢了点东西回来 还要交工 万一死掉了 估计还没有人管买 确实不如给明朝当公务员 按月拿钱 还有福利保障 无数的蒙古人 就是被这种政策吸引过来的 在利益面前 要保持忠诚 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另外 宁王本人也是极为凶横 据说他每次打仗都领头冲锋 活像滴滴血里的那个蓝宝 杀人不眨眼 砍头如切菜 连燕王这样的狠角色 看到他都要让他三分 这几位镇守边界的武装地主 还经常搞联合军事演习 动不动 就是十几万人在边界 动刀动枪 喊杀冲天 一旦有这样的动静 北援游击队 就会立刻转入地下斗争 其实这些喊杀声惊动的 不只是北援 还有坐在皇位上的朱允文 在他看来 这是一种示威 该采取点措施了 朱允文是一个好人 在他十五岁的时候 父亲朱标患重病 朱允文尽心伺候 他的孝顺并没有感动上天 挽留住朱标的性命 朱标去世以后 朱允文将他的三个年纪还小的弟弟接来 和自己一起住 目的很简单 他不想这些年幼的弟弟和自己一样去承受失去父亲的痛苦 他知道他们需要的是亲情 那年朱允文才十五岁 除此之外呢 他还担任了朱元璋的生活护理工作 朱元璋脾气不好 伺候他的人 总是担心掉脑袋 朱允文主动承担了责任 他亲自服侍朱元璋 直到朱元璋离开这个世界 他尽到了一个好儿子和好孙子的责任 他也是一个早熟的少年 当然促使他早熟的并不只是父亲的早逝 还有他的那些叔叔们 让朱允文记忆犹新的有这么两件事 一次朱元璋老师啊出了一道上联 这上联是这样的 风吹马尾千条线 要求学生们对出下联 学生呢 只有两个人 一个是好学生朱允文 另一个是社会青年朱棣 朱允文先对 对的不是很高明 他的答案是什么呢 鱼打羊毛一片山 虽然勉强对得上 却是不雅 而此时社会青年朱棣 却灵感突发 脱口而出 日照隆林万点金 这句不但对的工整 还突出了一个笼字 确实绝对 朱元璋很高兴 表扬了朱棣 而朱棣也不时时机的 看了朱允文一眼 那意思 好像是在说 你啊 也就这点能耐而已 朱允文虽然还小 但却明白 那个眼神的意义 另一次就严重的多了 朱允文放学后 正巧遇上社会青年朱棣 朱棣呢 一看四下无人 就露出了流氓像 居然用手拍着他的后背说 没想到 你小子也有今天 朱棣的这种行为 在封建社会是大不敬 大概类似 今天学校门口的 不良少年 堵住学生抢劫 朱允文没有想到 朱棣居然敢如此放肆 一时不知所措 慌了手脚 正在这个时候 朱元璋老师过来了 他看见如此的情景 是勃然大怒 狠狠地骂了朱棣一顿 而此时朱允文的反应呢 却十分耐人寻味 他不但没有向朱元璋告状 反而帮朱棣说话 向朱元璋表示 这是他们叔侄俩 闹着玩的 朱元璋这才没有追究 你不得不佩服朱允文的反应 这是皇室子孙 在复杂环境下的一种天赋 在这种情况下 就有了那次历史上 有名的对话 朱元璋在解决了身边那些 看似对他有威胁的 文臣武将的这个问题以后 曾不无得意的 对朱元璋说 我安排你的几个叔叔 为你守护边界 站岗放哨 你就可以在家里 安心做皇帝了 朱元璋笑了 可是朱允文没有笑 他陷入沉思中 这是一个机会 有些话迟早要说 就趁现在这个机会 说出来吧 朱允文抬起头 用忧虑的口气 说出了朱元璋 万想不到的话 外敌入侵 由叔叔们来对付 如果叔叔们要有异心 我怎么对付他们呢 一生运筹 维吾思虑周全的朱元璋 居然被这个问题 给问呆了 难道自己的儿子 还不能相信吗 他沉默了很久 居然也说了一句 朱允文想不到的话 你的意思呢 这下轮到朱允文傻眼了 皮球又给踢回来了 我要知道怎么办 还用得着问你老人家吗 这爷孙俩 被这个问题弄得是疲于应付 但问题又不能不答 朱允文经过长时间的思考 用做论文的精神 列出了以下五点 首先用德来争取他们的心 然后用理来约束他们的行为 再不行 就削减他们的属地 下一步就是改封地 如果实在没有办法 那就只好拔刀向下了 一生精于谋略计算的朱元璋 听到这个计划后 也不由得开口称赞 很好 没有更好的选择方法了 朱元璋十分高兴 他的判断告诉他 朱允文列出的方法 一定能够解决这个隐忧 事情真的会如他所想般 那么顺利吗 有没有什么漏洞呢 事实证明 确实有一个漏洞 今天我们回头来看 这段经典的对话 就会发现两个人说的 都很有道理 朱元璋的判断没有错 确实没有比朱允文所说的更好的方法了 但他忽略了一个关键因素 那就是朱允文的能力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摩铁图书授权的明朝那些事 我王庚新为您播讲 喜马拉雅FM独家播出 最不一样的历史 尽在明朝那些事 朱允文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 据史料记载 由于他的头型不好 朱元璋曾经十分不喜欢他 但朱元璋慢慢发现 这个孩子十分聪明 背书十分在行 便对他另眼相看 最后立为继承人 这里我要说一下能力这个问题 在我小的时候 邻居家有个小孩 才五岁就会帮助家里面打酱油 居然还会讨价还价 街坊四邻都非常惊讶 因为每次打酱油 都能帮家里省一毛钱 他被誉为奇才 十几年后 我偶然听人说呀 他带业在家 找不到工作 不过仍然去打酱油 唯一的区别是 副食店的老板 再也不肯跟他讨价还价了 打酱油只是个比方 这里主要是说明 读书的能力和处理问题的能力 是不一样的 书读的好 不代表事情能处理的好 能列出计划 不代表能够执行计划 其实朱元璋也并没有把这个复杂的问题 抛给毫无经验的孙子 他为朱允文留下了一群人 帮助他治理天下 其主要成员有三个人 他们也成为后来建文帝的主要班底 先说第一人 红武年间 朱元璋曾带着几分神秘感 告诉已经被确认为继承人的朱允文 自己啊 已经为他选择了一个可以治理天下的人才 但这个人有个缺点 就是过于傲气 所以现在啊 还不能用他 要压制他一下 将来才能够成大器 然后他说出了这个人的名字 方孝儒 大家伙应该从朱元璋的话中吸取教训 一般领导要是提拔你之前 总是要打压一下的 所谓磨炼就是这样来的 千万不要为此和领导闹意见 否则就真有可能一辈子被压制下去了 说来倒也滑稽 这位方孝儒 就是在空印案中被错杀的方克勤之子 杀其妇而用其子 不知这算不算是对方孝儒的一种压制 方孝儒自小熟读经书 唯人称道 他的老师就是大名鼎鼎的宋连 而他自己也常常以明王道至太平为己任 但让他莫名其妙的是 自己名声很大 老师又在朝中为官 红武十五年 二十五年 地方政府两次向朱元璋推荐自己 却一直没有得到任用 我们知道原因 但当时的方孝儒是不知道原因的 他就这样等了十年之久 由此可见 领导的想法确实是高深莫测 不可琢磨的 朱元璋告诉朱允文 方孝儒是绝对可以信任的 他的一生都会效忠于你 并能为你治理国家 开创太平盛世 这话他只说对了一半 再说第二个人 某年某月 京城里的紧身店 由于没有安装避雷针 被雷给劈了 如果是今天 大概是搞个安全宣传 教育一下大家伙 注意天气变化 修好完事 但是在当年 这话他只说对了一半 这可是一件不得了的大事 朱元璋认为啊 是上天发怒了 决定啊 去导庙祭祀 他大概认为啊 自己确实干了不少错事 所以这次祭祀 他挑选了一批人和他一块去 挑选的这个条件 是极为苛刻的 那就是在九年之内 扩湖 喊九年 扩湖完 没有任何过失 这在洪武朝 可是难过登天了 那个时候 官员能保住脑袋就不错了 你就是没错 说不准老朱也能给你挑出错来 这么看来能复合要求者还真是需要一颗纯洁的心灵 至少对老朱纯洁 虽然不多 却也不是没有 齐德就是其中一个 他因为这件事被朱元璋留意 并记在心中 祭祀完毕后 朱元璋亲自为齐德改名为太 从此 齐太这个名字成为了他一生的代号 齐太是个文人 虽未带过兵 却被任命为兵部左侍郎 朱元璋也曾放心不下 为他举行了一场单独的面试 询问边界将领的名字 这个齐太呢 他是不慌不忙 从东说到西 从南说到北 毫无遗漏 得了满分 之后 又问他各地的形势 齐太这次没有说话 从袖子里拿出一本手册 上面的记载是十分详细 朱元璋很是惊讶 大为欣赏 要知道 这回面试是突然性的 齐太并未预先做准备 说明这位仁兄 确实把这些玩意儿 当书来背的 还写成小册子 随走随看 其用功之热情 胜似今日在公交车上 背单词的英语四六级的考生 他也将成为建文帝的重臣 第三个人比较特殊 他从入朝为官时 就是朱允文的死党 此人叫黄紫成 黄紫成是江西人 洪武十八年 他一名惊人 在当年的高考中 与最高分获得会员的称号 后被选拔为东宫半读 这是一个前途远大的工作 因为太子就是将来的皇帝 能够得到这个职位 可见其学问之身 朱允文为皇太孙史 他一直陪伴在旁 后来有一件事情 加深了他与朱允文之间的感情 有那么一天 朱允文呢 在东阁门外是哀声叹气 正好被经过此地的黄紫成给看见了 黄紫成上前就问他原因 朱允文看他是自己人便说了实话 他担心的正是他的那些叔叔们 万一将来要造反 可怎么办才好 没想到皇紫成听后 微微一笑 要朱允文啊 不用担心 他说呀 朱王的兵力 只能用来自保而已 如果他们敢造反 朝廷发兵攻打他们 一定能够取胜 然后他又列举了汉景帝时七国之乱的故事 来鼓励朱允文 表示只要朝廷出兵 叛乱一定会被平定 朱允文听见这些话 顿时大感安慰 他把这些话记在心中 并感谢黄紫成为他指出了一条金光大道 这又是一个典型的脱离实际遗骨论金的例子 试问 平乱定国的周亚夫在哪里 你皇紫成能带兵打仗吗 总结以上三人 有几个共同点 都是饱读诗书 都是文人 都有远大理想 都是书呆子 书生误国并非是虚言的 建文帝登基后 立刻召回方孝儒 任命为汉林市长 并提升齐太为兵部尚书 黄紫成为汉林学士 这三个书生就此成为建文帝的智囊团 当朱允文正式成为皇帝后 他找黄紫成问了他一个问题 先生 你还记得当年东阁门所说的话吗 黄紫成肃然回答道 从不敢忘记 那就动手吧 朱棘迟早要反 先下手为强 后下手遭殃 我的判断没有错 他一定会造反的 朱棘其实并不想造反 他是想当皇帝 但他不想造反 从经济学上来说呢 造反的成本太高 而且很容易亏本 根据以往数据显示 亏本者的结局一般都是死 相信朱棘在造反前 还是仔细读过历史书的 古往今来 把五湖十六国和五代十国 这些小朝代也算在内 王爷能够造反成功的 搬指头就可以数得出来 估计还用不着脚指头 对于朱棘而言 造反的成本实在是太大了 当年的朱重八烂命一条 父母双亡 身无常物 一人吃饱 全家不饿 无正当工作 也没有银行存款 简直就是天生的造反的苗子 可就是这样 他在造反前还左思右想 犹豫不定的 朱棘就不同了 他出生皇族 有自己的房子和老婆孩子 手下有十几万人 随时听从他的指挥 王府里休闲娱乐 一应俱全 如果想找点刺激 出门左转不远 就能碰到老邻居 蒙古人 顺便过过打仗的瘾 可万一造反失败 女人孩子房子布下就都没了 自己的小命也必然不保 做这样的一笔生意 实在是要经过仔细考虑的 因为走上了这条路 就不能再回头 此时有一个人 消除了朱棘的犹豫 也改变了他的命运 朱棘还在犹豫之中 建文帝的两位重臣 黄紫成和齐太 却已经准备动手了 说来也是滑稽 虽然这两个人都是书生 却是有样学样指点朱王 说今天灭这个 明天解决那个 很快就发生了争吵 偏偏两个人都很自负 一个号称满腹掏 一个自认谋略过人 谁都不服谁 其实他们大可不必争论 因为当时的天下 第一谋是另有其人 不幸的是 这个人正是他们的敌人 也就是改变朱棘命运的 那个人 红58年1385年 朱元璋从民间选拔 十名僧人 准备分给诸位藩王 讲经见福 对于这些本心并不清静的 僧人而言 选择跟哪位王爷 就成了一个重要的事情 在藩王们到来前 僧人们是纷纷议论 哪个更有钱 哪个更有权 哪的地方好 水土肥 只有一个叫道眼的和尚 窥然不动 似乎他并不在意这些 但实际上 他的内心比谁都激动 因为他等待这个时机 等待那个人 已经很久了 不一会儿 藩王们进来了 原先嘈杂争论的僧人们 立刻就安静了下来 他们知道 决定自己命运的时刻到来了 道眼 用眼睛的余光 看见了自己等待的人 他终于来了 朱棣 带着招牌式的微笑 一路走来 他并没有注意道眼 就在他即将走过去的时候 这个沉默的和尚 突然开口了 燕王殿下 贫僧愿意跟随你 朱棣愣住了 他回头看了一眼 这个毛随自荐的和尚 微微一笑 问了一句 似乎很有必要的话 为什么 贫僧由大礼相送 这一下 朱棣真的感兴趣了 自己贵为藩王 要什么有什么 这个穷和尚 还能送什么礼给自己 哦 什么礼 到关键时刻了 不能再犹豫了 这个礼物一定能够打动他 大王若能用我 贫僧愿意送一顶白帽子 给大王 朱棣闻听此言 勃然变色 他虽然读书有限 但王上加个白 是什么字 他还是清楚的 他快步走到道眼面前 低声怒斥道 你到底是什么人 不要命了吗 道眼 却是笑而不言 似乎没有听到这句话 闭目打起座来 不过他心里想 这个诱惑太大了 他一定会来找我的 果然过了一会儿 一个低沉的声音 在他的耳边说道 跟我来吧 一丝笑容 爬上了道眼的嘴角 属于我的时代到来了 把这个世界 嚼他个天翻地覆 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人 从事着不同的职业 种地的农民 做生意的商人 羞羞补补的手艺人 他们都是这世上 云云众生中的一员 而他们中间 有一些人 却不安于 从事这些职业 他们选择了 另一条路 读书 从圣人之言 到经世之道 他们是无书不读 从这些书中 他们掌握了一些 本质性和规律性的东西 使得他们能够 更为理性和客观的 看待这个世界 同时 科举制度 也使得读书 成为了踏入仕途的一条 重要渠道 于是 许多读书人 沿着这条道路 成为了 封建皇帝的臣子 协助皇帝 统治天下 在这些大臣中 有一些更为优秀的人 凭借自己的能力 成为了精英中的精英 他们判断问题 比别人准确 懂得如何抓住时机 能更好地解决问题 我们称这些人为能臣 所谓能臣 并不单止正臣 忠臣 也包括所谓的奸臣 他只用来形容人的能力 而不是立场 这些人都是真正的精英 但他们还可以按照人数多少 和不同用途 进一步划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种叫 至世之臣 这种人 几乎每个朝代都有 他们所掌握的是 圣人之言 君子之道 其共同特点 是能够叫好的 处理公务 理清国家大事 皇帝有了这样的臣子 就能够开创太平盛世 代表人物有很多 比如唐代的 姚虫 宋景等 这种人并不少见 他们属于建设者 第二种叫乱世之臣 他们并不是所谓的奸臣 而是乱臣 他们掌握的是阴谋诡计 权谋手段 精通 厚黑学 与第一种人不同 他们往往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多年 经历过许多风波 对人生的黑暗面 有着清楚的认识 这些人的能量极大 往往能够将一个大好的朝代 断送调 代表人物是安禄山 这种人并不多见 他们属于破坏者 第三种叫旧世之臣 这可是稀有品种 其遗传率和现实率比熊猫还低 往往上百年才出一个 这些人兼有上述两种人的特点 既学孔孟之道 又习全谋诡计 他们能够灵活的使用各种手段 治理天下 并用自己的能力去延续一个衰败朝代的寿命 其代表人物是张鞠正 这种人很少见 他们属于维护者 而这位道眼和尚 就是一个典型的乱世之臣 他并不是个真正的僧人 在出家以前 他也曾饱读诗书历经坎坷 满怀报国之志 却无处容身 他的名字叫姚广孝 姚广孝 常州人 也就是现在的江苏无县 出生于智元十五年 他只比朱元璋小七岁 生于乱世的他 从小好学 擅长吟诗作画 十四岁出家为僧 取名道眼 他的交际广泛 当时的名士 如杨基宋莲等人 和他关系都不错 他学习的 不是当时流行的 成诸理学和经世之道 其实和尚 学这些也确实没有什么用 让人惊奇的是 他也不学佛经 他虽身为和尚 却拜道士为师 他的那位道士师傅 是个不简单的人 他的名字叫习应真 是个奇人 身为道士 不去练丹修道 却专修阴阳数数之学 道眼跟随着他 学习的也是这些东西 所谓阴阳数数之学 来源悠久 其内容庞杂 包括算卦 占卜 天文 权谋 极端等等 这些玩意儿 在当时的人们看来 是旁门左道 正人 君子之流 往往是不屑一顾 但实际上 阴阳学中 蕴含着对社会 现实的深刻理解和分析 是前人 社会经验的总结和概括 话说回来 学习这门学问的 一般都不是什么正经人 正经人也不学这些 因为科举不考阴阳学 但身怀此学之人 往往有吞噬天地之志 改朝换代之谋 用今天的话说 就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此外 学这门学问 还是有一定的生活保障的 搞不成阴谋 还可以去摆摊算命 实现在就业 一个不练丹的道士 一个不念经的和尚 一知旁门左道之学 道眼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 一步步成长起来 成长为一个阴谋家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摩铁图书授权的明朝那些事 我王庚新为您播讲 喜马拉雅FM独家播出 最不一样的历史 尽在明朝那些事 一个不练丹的道士 一个不念经的和尚 一知旁门左道之学 道眼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 一步步成长起来 成长为一个阴谋家 他读了很多书 见过大世面 了解人性的丑恶 掌握了权力斗争的手段 更重要的是 他希望能够做一番事业 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 他虽结交名士 胸怀兵甲 却无报国之门 因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是语文 不考他学的那些课外知识 而且他学的这些 似乎在和平时期 也派不上用场 有才学 却不能用 也没处用 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道眼都处于郁闷的状态 既然在家里烦闷 就出去玩吧 和尚旅游 地点最好 还是寺庙 全国各地的寺庙 大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当他游到松山寺时 碰见了一个影响他一生的人 这个人给鲸鱼算卦的道眼算了一命 准确地预言了他未来的前程和命运 这个人叫袁拱 与业余算命者 道眼不同 他的职业就是相事 相事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职业 他们在历史上 有很大的名声 主要原因就在于 他们往往能够提前几十年 准确预告一个人的将来 比天气预报还要准 而名人效应更是增加了这一人群的神秘感 最有代表性的预测 就是三国时许少对曹操的那句评语 乱世奸雄 袁拱并不认识道眼 他第一次看到道眼时 是大吃一惊 便如同现在街头算命的人一样 追上道眼 硬要给他算一挂 收门收钱这咱不知道 并给了他一个评语 世上怎么会有你这样奇异的和尚 长着一双三角眼 就像生病的老虎 你这样的人 天性嗜好杀戮 将来你一定会成为刘炳忠那样的人 如果要是在今天街上算命的人 给你一个这样的评语 估计你不但不会给钱 还会好好的教训他一顿 但是道眼的反应却大不相同 他十分高兴 三角眼视杀这样的评语 居然让道眼如此愉悦 从这里可以看出 此人实在是个危险分子 这里还要说说刘炳忠 这是个什么人呢 为什么道眼要把此人当成偶像呢 刘炳忠也是个僧人 联系后来的朱崇八和道眼来看 当时的和尚实在是个危险的职业 聚集了不少的不法分子 刘炳忠是元朝人 在忽必烈还是亲王时 被忽必烈一眼看中 并收归属下成为重要谋士 为忽必烈登上皇帝位 立下了汉马功劳 以这样的人为偶像 道眼想干什么 也是不难猜的了 道眼并不是一个清心寡欲的人 洪武年间 朱元璋曾下令懂得如数的僧人 去礼部参加考试 道眼抓住了这次招考公务员的机会 也去考了一把 考得如何不清楚 但反正是没有给他官做 这让道眼非常失望 他值得继续等待 终于他抓住了洪武18年的这次机会 跟随燕王去了北平 在庆寿寺做了主持 如果他真的只做主持的话 也就不会发生那么多的事了 这位本该在寺里念经的和尚 实在是不称职 他主要的活动地域 并不是寺庙 而是王府 他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的 用同一命题 劝说着朱棣 造反 从后来的史实看 道眼这个人 并不贪图官位 也不喜爱钱财 一个不求名 不求利的人 却整天把造反这种事情 放在嘴边 唯恐天下不乱 是很奇怪的 那他到底图什么呢 很明显 道眼是一个精神正常的人 他不是那种吃饱了饭 没事干的人 可造反又不是什么好的娱乐活动 为何他会如此热衷 如果从这个人的经历来分析 应该是不难找到答案的 驱动他的是两个字 报复 道眼是一个失落的人 他学惯古今 胸有韬略 却因为种种原因 得不到重用 在被朱棣带回北平的那年 道眼已经五十岁了 青春岁月一去不返 时间的流逝 增添了他脸上的皱纹 也磨练了他的心 一次又一次的等待 一次又一次的失望 使得这个本婴在家养老的人 变成了一个火药桶 只要有合适的引线和时机 就会爆炸 朱棣呢 朱棣就是那根引线 这个风云际会的时代 就是时机 黄紫诚和齐太 准备动手了 但他们在目标的确定上 起了争论 齐太认为 先拿燕王开刀为好 黄紫诚 却认为应该先剪除其他各王 除掉燕王的羽翼 然后才对燕王动手 我们今天回头来看这两个计划 似乎都有道理 后人评价时往往认为 齐太的做法是正确的 但我看来 这样的论断 似乎有成王败寇之嫌 黄紫诚的计划 是有其合理性的 毕竟先挑弱者下手 还是有一定作用的 这是一盘决定天下命运的棋局 对异的双方是朱允文和朱棣 现在身为皇帝的朱允文 猜到了先手 他在棋盘上 下出了自己的第一招 周王诸肃 是燕王朱棣的同母兄弟 在朱允文看来 他是朱棣的有力助手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他成了最早被清除的人 奉命执行这项任务的 就是我们之前介绍过多次的 李文忠之子李景龙 事实证明 这位仁兄打仗可能不在行 抓人还是有一套的 他突然调集大军 奔赴河南周王府 把周王的老婆孩子 加上他本人一股脑的压到了京城 朱允文对他的这位叔叔毫不客气 把他从国家一级干部 直接贬为老百姓 并牵制云南 当时的云南旅游资源 还没有被充分开发 算是半原始状态的荒芜之地 周王就被放到这个地方 去当人员泰山了 此时 建文帝才登基一个月 他显然没有出到新单位上班的羞涩和谦虚 立马就开始收拾起他的那些叔叔们 周王是第一个 但绝不是最后一个 而且周王很快就会发现 与后来者的遭遇相比 去云南旅游 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同年十二月 有人告发戴王 贪虐残暴 建文帝表现出了强烈的正义感 毅然坚持了皇叔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法律原则 把他的叔叔牵至属地看管起来 第二年五月 建文帝又一次大意灭亲 以不法事 就是有违规的事罪名 将闽王朱嫩逮捕 并贬成老百姓 说到底 这个不法事 是个什么事 也说不清楚 和那句著名的莫须有 有一拼 这样看来 在历史上要整人 实在不需要找太多的理由 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 建文帝又以破坏金融罪 私印钞票 对湘王朱柏下手了 其实那个时代的钞票 本来就没有什么计划可言 乱印最多的就是建文帝本人 随后朝廷派使臣到湘王封地去抓人 但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湘王朱柏 不愧是朱元璋的子孙 很有骨气 得知要来抓他的消息后 他笑着对自己的手下说 哼 我亲眼看到很多 在太祖手下获罪的大臣 都不愿受辱 自杀而死 我是高皇帝的儿子 怎么能够为了求一条活路而被侮辱 他没有去开门迎接使臣 而是把老婆孩子都召集起来 紧闭宫门 自焚而死 这样的惨剧 并没有停止建文帝的行动步伐 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又连续抓获了齐王朱福和代王朱柜 这人竭被贬为老百姓 真是干净利落 毫不留情 到了这个地步 就是傻瓜也知道建文帝想干什么了 你可能会奇怪 为什么这些藩王们毫不反抗呢 原因很简单 一方面他们没有燕王那样的反抗资本 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 他们没有反抗的理由 在那个时代 皇帝是最高的统治者 所有的藩王都是他的属下 别说你是皇帝的叔叔 就算你是他爷爷 只要他是皇帝 你也得听他的 说句难听点的话 薛藩问罪 还是客气的 算是给足了面子了 如果藩王不服气 明着来的话 自然也有大刀大棍伺候 至此 建文帝已经完全违反了 他自己向朱元璋做出的承诺 什么以德福人都被丢到九霄云外了 他就像一个刚上擂台的拳击新手 急风暴雨般挥出一轮王八拳 看似痛快伶俐 效果却有限 这是一场残酷的政治斗争 也是一场拳赛 天真的朱允文 不知道他要参加的这场拳赛 并不是三个回合的业余赛 而是十二个回合的职业赛 在这样的比赛中 想要乱拳打死老师父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获得胜利的关键在于隐忍的耐心和准确的判断 朱允文抢到了仙手 却没有抢到仙姬 建文帝就要找上门了 这下子由不得朱棣了 要么造反 要么像他的那些兄弟们一样被干掉 此时朱棣可谓处境艰难 他比当年的朱重八还不如 朱重八就算不去造反 还可以逃出寺庙 去当盲流混碗饭吃 可是朱棣没有这样的好运气 天下是朱允文的 他还能逃到哪里去呢 道眼抓住了眼前的这个时机 继续向朱棣推销他的造反理论 对此朱棣是早已经习惯了 如果哪一天这位仁兄不说这些 大逆不道的话 那才叫奇怪 以往朱棣对这些话是一笑置之 因为他很清楚 造反不是吃夜宵 说干就能干的 这个唯恐天下不乱的和尚 身无常物一无所有 才会全身心的投入造反事业 可是自己是藩王 和这些穷光蛋有天壤之别 怎么可能被这些人拖下水呢 但是现在他发现 如果放纵这个侄子搞下去 自己会变得连穷和尚也做不了 于是他开始了自己的准备工作 他招募大批强壮士兵为卫军 并进行军事训练 地点就在自己的王府内 要想造反 拿着木棍农具 那是不行的 这就需要大量的兵器 打造兵器的动静很大 而当时又没有隔音设备 朱棣在这个问题上 充分发挥了想象力和创造力 他见到了一座很大的地下室 周围竖起围墙 并在附近开办了多个养鸡场 就这样 地下室里叮叮当当的敲个不停 外边的人是一点也听不见 此外 朱棣还吸取历来农民起义战争中的先进经验 虚心向农民兄弟学习 在造反前 搞点封建迷信 远古传说之类的东西 他招募了一大批特殊人士 这些人被称为一人术士 其实就是街上算命占卜的那些人 他把这些人搞来 无非是为了给自己壮胆 顺便做做宣传工作 但他本人也不会想到 这一举措在后来竟然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建文帝在解决其他藩王的时候 眼睛始终看着朱棣 因为他也清楚 这个人才是他最为可怕的对手 为了削减朱棣的实力 他先派公布侍郎张炳 接任了北平市市长的职务 然后任命谢贵张信为北平都指挥使 掌握了北平的军事控制权 之后他还派宋忠 这名字好像听着不太吉利 率兵三万镇守屯平山海关一带随时准备动手 刀已经架到脖子上了 就在此时 朱棣却做了一件别人想不到的事情 按照规定 建文帝登基后 藩王应入朝觐见皇帝 由于当时局势十分紧张 很多人都觉得朱棣不敢去拜见新皇帝 但是大家万万没有想到 他不但来了 还干出了惊人之举 建文元年三月份 燕王入朝参拜新军 按说来到别人的地盘就老实点吧 可这位仁兄在众目睽睽之下 行黄道入登壁不拜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从皇上专用的玉道进入皇宫 见了皇帝又不叩拜 可见朱棣嚣张到了何种地步 朱棣的无理举动引起了群臣的愤怒 护部侍郎卓敬多次上奏 要求就地解决朱棣 建文帝以燕王室自己的至亲为由 拒绝了这一正确提议 朱棣气得跳脚大叫起来 杨奸杨广两人难道不是父子吗 朱棣就这样在京城逛了一圈 风风光光的回了北平 而齐太和皇子成竟然结结实实 当了一回看客 平日在地图上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所谓谋略家 其实就是这样的水平 当然 建文帝手下并非都是一些像齐太皇子成之类的人 事实证明他还是有许多得力部下的 在这场斗争中 建文帝并非不堪一击 他也使用了很多权谋手段 特别是在地下工作方面 可谓卓有成效 建文元年初 朱棣派长使葛城进京城朝建皇帝 葛城此行的真实目的是打探消息 但朱棣万没有想到的是此人竟然被策反了 策反葛城的正是皇帝本人 葛城一到京城 建文帝便放下架子 以九五之尊对葛城是礼遇有价 估计也亲切的询问了他的家庭收入情况 并鼓励他要好好工作 葛城十分感动 皇帝竟然如此看重自己 他一时脑袋发热 就主动交代了燕王朱棣的种种步伐行为 和自己的间谍身份 然后他光荣的接受了建文帝地下工作者的任命 表示回去后一定努力工作 并及时做好情报信息传递工作 争取早日将燕王等人一网打尽 一颗钉子就这么样扎下了 如果说葛城是一个小间谍 那么下面要介绍的这位就是超级间谍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 此人还不知道自己做了间谍 这个人是谁呀 这个人就是朱棣的老婆 大将军徐达的女儿 将们往往无胡子 如常玉春的儿子长茂 李文忠的儿子李景龙都是如此 但事情总有例外 徐达之子徐辉祖就是一个例外 他虽然出身名门 却从不引以为傲 为人谦虚谨慎 熟知兵法 而且效忠于建文帝 他利用裙带关系 走夫人路线 在与他的妹妹聊天的时候 了解到了很多妹夫朱棣学习工作的情况 并通报给了一直以来都对朱棣 关怀备至的朱允文 这样朱棣的很多秘密情报 源源不断的传到了朱允文的耳中 其实在这条战线上 朱棣的工作也毫不逊色 他的情报来源比较特殊 主要是由朱允文身边的宦官提供的 朱元璋曾经严令不允许太监干政 作为正统继承人的朱允文 对此自然奉为荆轲玉律 在他手下的太监 各个劳累无比 又地位极低 其实太监也是人 也有自己的情感倾向 他们对朱允文十分不满 却又无处诉苦 正在此时 救世主朱棣出现了 他不但积极结交宫中的宦官 还不断送礼给这些谁也瞧不起的人 一时之间 燕王慈爱之名 在宦官之中流传开来 大家都甘心为燕王效力 朱允文从来没有正眼看过这些 他认为很低贱的人 但他想不到的是 就是这些身份低贱的人 在某种程度上 决定了这场斗争的胜负 除了这些太监之外 朱棣还和朝中的两个人 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此二人可以说是他的王牌间谍 不到关键时刻 朱棣是不会用上这张王牌的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摩帖图书授权的明朝那些事 我王更新为您播讲 喜马拉雅FM独家播出 最不一样的历史 尽在明朝那些事 四月 朱棣回到北平后 就向朝廷告病 过了一段时间 病是越生越重 居然成了病危 这场病并不是突发的 而是酝酿了相当长的时间 因为在即将到来的五月 朱棣有一件不想做 却有不得不做的事情 五月 是太祖朱元璋的忌日 按照理智 朱棣应该自己去祭拜 但朱棣敏锐的感觉到 如果这次再去京城 可能就回不来了 可是老爹的忌日不去 也是不行的 于是 他派长子朱高赤 及另外两个儿子 朱高绪朱高岁 带他去祭拜 一下子派出三个儿子 除了表示自己重视此事外 另一个目的 就是告诉朝廷 自己没有异心 朱棣这次 可算是打错了算吧 当时的形势已经很明了 朱允文明摆着 就是要搞掉藩王 此时把自己的儿子派去京城 简直就是给人家送人质 果然 朱高赤三兄弟一入京 兵部尚属齐太 就劝建文帝 立刻将此三人扣为人质 建文帝本来也表示同意 谁知皇子成竟然认为 这样会打草惊蛇 应该把这三个人送还燕王 表明朝廷并无薛藩之意 以麻痹燕王 还真是岂有此理 五个藩王已经被处理掉 事情闹得是沸沸扬扬 连路上的教花子都知道 朝廷要向燕王动手 皇子成的脸上 简直已经写上了薛藩两个字 居然还要掩耳盗铃 书生办事真正是不知所谓 建文帝拿不定主意 魏国公徐辉祖出来说话了 按亲戚关系 朱高赤这三兄弟都是他的外甥 他看着这三个人长大 他对朱允文说 绝对不能放他们回去 因为这三个人 不但可以作为人质 而且都身负大财 如若放虎归山 后果不堪设想 现在看来 徐辉祖的算命水平 已经接近了专业水准 他的预言 在不久之后就得到了证实 但更神的还在后头 徐辉祖特别告诉朱允文 在他这三个外甥中 朱高旭最为勇猛过人 也最无赖 他不但不会忠于陛下 也不会忠于他的父亲 说实话不能不服啊 徐辉祖的这一挂 居然算到了二十多年后 准确率达到百分之百 远远超过了天气预报 可是决定权在建文帝手中 他最后做出决定 放走朱高赤三兄弟 如果朱允文知道 在后来的那场战争中 朱高旭起了多大的作用 他一定会为自己 做出的这个决定 去找一个地方 一头撞死 也正是为此 他后来才会哀叹 悔不用挥祖之言 可惜啊 后悔和如果这两个词 在历史中从来就没有市场 远在北平的朱棣 本来已经为自己的 轻率行动后悔 没想到三个儿子 毫发无损的回来了 好吃好住 似乎还胖了不少 他高兴的从床上跳了起来 大叫道 我们父子能够重聚 这是上天帮助我呀 其实啊 帮助他的正是他的对手 朱允文 朱棣明白 该来的迟早会来 躲是躲不了的 皇位去争取不一定会有 但不争取就一定没有 而且现在也没有别的退路了 朱允文注定不会放过自己 拼一拼吧 不过造反可不是去野营游玩 十几万人的粮食 衣物 兵器那都需要准备妥当 这些都需要时间 为了争取时间 朱棣从先辈们的事迹中得到启发 他决定啊 装疯 于是北平又多了一个精神病人 奇怪的是 别人都是在家里疯 朱棣呢 却是在闹室里边疯 专找人多的地方 精神病人朱棣的具体临床表现如下 一 闹室中大喊大叫 语无伦次 但可以保证绝无反动口号 二 等到吃饭时 善入民宅 见人就笑 并抢夺他人饭碗 但无暴力行为 三 露宿街头 而且还是一睡一整天 堪称睡神 此事惊动了建文帝的耳目 建文帝派张炳和谢贵两个人前去看个究竟 那正是六月份盛下如火的天气呀 两个人就来到了燕王府 到了燕王府不禁为眼前的情景惊呆了 可以五驱的天气 朱棣竟然披着个大棉被待在大火炉子前烤火 而且大叫 冻死我了 冻死我了 这一定是个精神病人 张炳和谢贵马上就达成了共识 并上奏给建文帝 未必获竟出此下策 何等耐心 何等隐忍 问世间权威何物 只叫人生死相许 收到两人密奏 建文帝很是高兴了一阵子 精神病人朱棣自然也很高兴 他终于有时间去准备自己的计划了 然而朱棣失算了 因为常使葛城背叛了他 他把朱棣装疯的情况告诉了建文帝 并密报朱棣即将举兵 一向犹豫不决的兵部尚书齐泰 终于做出了正确的决断 下了三道命令 一 立刻命令使臣前往北平 二 受益张炳和谢贵 立即采取行动 监视燕王及其亲属 必要时可以直接采取行动 三 命令北平都指挥使张信 立刻逮捕朱棣 应该说 这是一个很好的应急计划 但就如同我之前所讲 计划的执行才是最重要的 这个计划的第一点和第二点都没有问题 坏事就坏在第三点上了 张信说不上是建文帝的亲信 他是燕王亲任的都指挥使 齐泰居然将如此重要的任务交给他 简直是儿戏 想来这位书呆子是听了太多的评书 在他的脑子里 抓人就是埋伏五百刀斧手于账后 以衰背为号 完全估计不到权力斗争的复杂性和残酷性 张信接到任务后 犹豫了很久 拿不定主意 告诉不告诉燕王呢 他和燕王的关系很好 但自己拿的是朝廷的工资 如果通知了燕王 那不但违背了职业道德 而且会从国家高级干部变成反贼 一旦上了这条贼船 可就下不来了 生死细于一线 这条线现在就在我自己的手中 关键时刻 张信的母亲帮助他做出了抉择 他老人家一听说要逮捕燕王 立刻直指了张信 说道 千万不可以这样做 我经常听人说 燕王将来必定会取得天下 他这样的人是不会死的 也不是你能够抓住的 我们可能会觉得纳闷 这位老太太平日是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 他怎么知道这样的天机 综合各种情况分析 这位老太太 很可能是受到那些散布街头和菜市场的算命先生们传播的谣言影响 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 如此重大的决策 竟然是受一个如此可笑的理由和论据影响而做出的 实在让人觉得啼笑皆非 封建迷信 害死人呐 张信是一个拿定主意就动手的人 他立刻去燕王府报信 出乎他意料的是 燕王府竟然不见外客 按说 这也算燕王气数已尽 来报信的都不见 还有什么办法 偏巧这个张信 是个很执着的人 下定决心排除万难 非要做反贼不可 他化妆后 混入王府 要求见燕王 燕王没有办法 只好见他 但燕王没有忘记自己的精神病人身份 他歪在床上 哼哼唧唧说不出话来 活像中风患者 张信叩拜了半天 这位病人兄弟一句话也没有说 看来这位病人是不打算开口了 张信说道 殿下 你别这样了 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和你说 那意思就是 你别再装孙子了 有火烧眉毛的事要办 谁知朱棣实在是顽固不化 居然继续装糊涂 假装听不懂张信的话 张信实在是忍无可忍 看来想做反贼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于是他站起身来大声说道 您就别装了吧 我身上有抓您的逮捕令 如果您有意的话 就不要再瞒我了 于是 一幕医学史上的奇迹发生了 长期中风患者兼精神病人朱棣 神奇的恢复了健康 他一瞬间完成了起床 站立 跪拜 这一系列复杂的动作 着实令人惊叹 朱棣向张信行完礼 连声说道 是您救了我的全家呀 他立刻唤出在旁边等候多时的道眼 开始商议对策 张信那里迟迟不见动静 应该也在齐太的意料之中 从事情发展来看 他已经预料到了这一点 因为就在张信去燕王府报信后 没几天 张炳和谢贵就手持逮捕燕王官府的诏书 率领大批部队包围了燕王府 看来齐太也早就料到张信不可靠 所以才会有两手准备 至此 从薛藩开始 事情一步步的发展 终于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朱棣没有想到敌人来得这么快 千军一发之际 他召集大将张玉朱能率卫队守卫王府 由于事发突然 其他军队来不及集结 外面的士兵人数要远远多于王府卫队 该怎么办呢 这是朱棣一生中最为凶险的时刻之一 外面 喊打喊杀 围成铁桶一般 若要硬拼 明显是已卵及时 怎么办才好呢 关键时刻 朱棣突然意识到 自己好像忽略了什么 外面这些人 到底是来干什么的 这似乎是一个很明显的问题 从他们整齐的制服 凶狠的表情 手中亮晃晃的兵器 都可以判断出他们 绝不是来参加联欢的 问题在于 他们真的是来抓自己的吗 朱棣的判断没有错 张炳和谢贵并没有接到 逮捕燕王的命令 他们得到的命令是 逮捕燕王的官署 偏偏就是没有逮捕 他本人的诏令 这真是百密一书 而燕王的胆略 也由此可见一般 所谓做贼心虚 有些犯过法的人 在街上 见到大眼帽就跑 也不管这人 到底是公安还是城管 原因没别的 心虚而已 朱棣竟然在 政府找上门来后 还能冷静思考 做贼而不心虚 确实厉害 于是朱棣下令 请张炳和谢贵进王府 此二人并非傻瓜 好说歹说 就是不进去 朱棣见状便列出 被逮捕的人名单 表示这些人 已经被抓住了 要交给政府 需要带头的来 验明犯人的身份 这下子 两个人不进 也得进了 因为看目前这个形势 不进王府 工作就没法完成 而赵叔也确实 没有说要逮捕燕王 两人商量后 决定进府 本来他们还带了很多 卫士一起进府 但被王府门卫 以其他人级别不够 给拒绝了 王府重地 闲人免禁 本来也是正常的 但在非常时刻 如果依然没守成规 就太迂腐了 偏偏这两位 就是这样迂腐 居然主动示意士兵们 听从门卫的安排 然后两个人 肩并肩 大步踏入了鬼门关 一进王府 可就游不得他们了 到了大堂 精神病人朱棣 正扶着支拐杖 坐在那里 一副有气无力的样子 见到他们来 也不起身 只是让人赐座 此情此景 很像现在黑帮影片中 瘸腿黑社会老大 开堂会的场景 朱棣这位黑老大 连正眼都不看他们一下 张炳和谢贵的心中 开始打鼓了 可是既然已经来了 说什么也晚了 索性开头的气氛 倒还和睦 宾主双方 就共同关心的问题 交换了若干意见 就在二人暗自庆幸之时 王府的侍女 端上来一盆瓜果 估计呢 是西瓜 燕王朱棣 突然腿部瘸了 亲自拿着两片瓜 朝张谢两个人走过来 两个人是诚惶诚恐 起来感谢燕王 但他们哪里知道 燕王这次玩了花样 他觉得摔杯为号 太老套了 要搞搞创新 二人正要接瓜 朱棣却不给了 燕王突然间变成了 燕王 他满脸怒气 指着二人彼此大骂道 连平常老百姓 也讲究兄弟宗族情义 我身为天子的叔叔 却还要担忧自己的性命 朝廷这样对待我 天下的事就没有什么不能干的了 说完 朱棣摔瓜为号 燕王府内众位是一拥而上 把两个人给捆了起来 这二位平时上管子都不要钱 没想到吃片西瓜 还把脑袋丢了 同时被抓住的还有葛城 朱棣一声令下 将他们全部斩首 这样看来啊 那年头想吃片瓜 真是不容易啊 朱棣扔掉了手中的拐杖 对王府的人大声说道 我根本就没有病 是奸臣陷害我不得不这样做而已 事已至此 也就怪不得我了 王府的士兵们知道 就要打仗了 得把脑袋系在裤腰带上去拼命 燕王的亲属们知道 自己的命运将会改变 不是从王侯升格为皇亲 就是降为死囚 无论如何改变现状 特别是生活条件还不错的现状 总是让人难以接受的 毕竟大家都是人 都有自己的考虑 类似造反这种事情 实在是不值得庆祝的 特别在成功之前 即使是义正言辞的朱棣本人 心底应该也是发虚的 但有一个人 却是真正的兴高采烈 这个人不用说你也知道 就是道眼 他已经六十四岁了 为了等待这个机会 他已经付出了所有的一切 他的一生中 没有青春少年的意气风发 也没有声色全马的响乐 有的只是坎坷的生活经历 和孤灯下日复一日的苦毒 他满腹财学 却未观运横通 心怀天下 却无人知晓 阴忍这么多年 此时不发 更待何时 反了吧 反了吧 有这么多人相伴 黄泉路上 也不寂寞 不登极乐 极如地狱 不枉此生 张炳和谢贵被杀掉了 可是他们的卫士 还在门外等着 士兵们看见 人一去不返 最先想到的问题 倒不是两人有什么危险 而是自己的肚皮问题 毕竟士兵也是人 拿着刀跟着你来拼命 你就要管饭 但是很明显 今天的两位大哥 不讲义气 王府里面自然好吃好喝 却把兄弟们晾在外面 喝西北风 时间一长 天也黑了 再等下去 也没有加班费给 于是众人 回家的回家 搞娱乐的搞娱乐 纷纷散去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 很快 张谢两人 被燕王杀掉的消息 就不惊而走 老大被杀 这还了得 于是众多士兵 操起了家伙 回去包围王府 但他们虽然人多 却没有主将指挥 很快就被击溃 朱棣立刻下达了第二道命令 夺取北平 大将张玉 率兵成夜 攻打北平九门 九门的士兵 根本反应不过来 朱棣没费多少功夫 就取得了九门 就取得了九门的控制权 在当时 只要控制了城池的城门 就基本控制了整个城市 所谓关门打狗的成语 不是没有道理的 建文帝花了无数心思 调派无数将领控制的北平城 在三日内就被燕王朱棣 完全给占据了 城中将领士兵纷纷逃亡 连城外的名将宋忠听到消息 也立刻六号 率兵三万退到怀来 朱棣终于夺取了北平城 这座城是元朝大都的城市 现在就握在朱棣的手中 他将在这里开始自己的霸业 朱棣为这一天的到来 已经准备了很久 士兵武器粮食都十分充足 但他还缺少一样东西 那就是造反的理由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摩铁图书授权的 明朝那些事 我王庚新为您播讲 喜马拉雅FM独家播出 最不一样的历史 尽在明朝那些事 朱棣为这一天的到来 已经准备了很久 士兵武器粮食都十分充足 但他还缺少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 那就是造反的理由 造反需要理由吗 需要 非常需要 在造反这项活动中 理由看上去无关紧要 但实际上理由是必须有的 对朱棣而言更是如此 自己是藩王 不是贫农 造反的对象 是经过法律认可的皇帝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 自己都是理亏的 所以找一个理由 实在是很有必要的 即使骗不了别人 至少可以骗骗自己 于是朱棣和道演 开始从浩如烟海的 大明法律规定中 寻找自己的依据 这有点类似 今天法庭上开庭的律师 翻阅法律条文 寻找法律漏洞 功夫不负有心人 他们终于找到了 法律规则的漏洞 打了一个漂亮的擦边球 朱元璋并非完全没有料到自己的儿子 将来有可能会造孙子的反 他制定了一套极为复杂的规定 用来制约藩王 但为了防止所谓奸臣作乱 他又规定 藩王在危急时刻 可以起兵秦王 即所谓朝无政臣 内有奸恶 则秦王训兵待命 天子密诏诸王 统领阵兵讨平之 这个规定 有一个关键之处 那就是需要天子密诏 而在朱棣和道眼看来 这个问题是不难解决的 他们充分发挥了自己厚黑学的本领 对这一点视而不见 公然宣称 朝中有奸臣 要出兵 靖难 清君策 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 他们居然还将这一套歪论 写成奏折 公然上奏朝廷 向朝廷要人 摆出一副义愤填膺的模样 这就如同街上的地痞 打了对方一个耳光 然后激动的询问 肇事者往哪跑了 并表示 一定要为对方主持公道 靖难理论的提出和发展 充分说明朱棣 已经熟练的掌握了 全谋规则中的一条重要原理 如果你喜欢别人的东西 就把它拿过来 辩护律师总是找得到的 这是18世纪普鲁士国王 菲特列二世说过的话 既然一切都准备好了 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吧 但是中国自古就是礼仪之邦 即使是造反这种事情 也需要搞一个仪式的 领导要先发言 主要概述一下 这次造反的目的和伟大意义 并介绍一下具体执行方法 以及抚恤金安家费之类的问题 然后由其他人等补充发言 士兵鼓掌表示理解 之后散会开打 朱棣的这次造反也不例外 早在杀掉张谢二人之前的一个月 他已经纠集一些部下 搞过一次事实一事 当然是秘密进行的 但在那次活动中出现了一个意外 使得朱棣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那是在六月七日 他召集一群参与造反的人 宣讲造反的计划 并鼓舞士气 但就在他讲的正高兴的时候 突然风雨大作 房屋上的瓦片纷纷被吹落 众人顿时面如土色 这实在不是一个好的兆头 当时的人可不会从房屋质量天气情况上找原因 本来商量的就是见不得人的事情 突然来这么一下子 莫不是老天爷反对自己造反 朱棣也慌了 讲得正高兴的时候 老天爷来砸场子 事发突然他也愣住了 关键时刻还是道眼发挥了作用 他大声说道 真龙飞天一定会有风雨相随 现在瓦片落地 正是大吉大利的预兆 于是一通封建迷信宣传过后 吊瓦片就成了上天支持朱棣的铁证 看来上天倒真是一个随和的人 总是按照人们的意愿行事 所谓替天行道之言实在不可深信 小兵们好糊弄 他们没有多少文化 没见过老天爷 也没见过皇上 上级说什么 他们就信什么 可是朱棣不同 什么天意归属 天星下凡 都是自己编造 用来糊弄别人 真要到了紧要关头 只能靠自己 他不止一次的 把自己和当朝皇帝做比较 无论从军事政治 哪一个方面来看 自己都要远远胜过 那个小毛孩子 而且他对自己的军队 有绝对的信心 京城的那些部队 养尊处优 久不经战阵 自然比不上自己手下的 这些虎狼之士 但毕竟那个在京城的人 才是真正的皇帝 自己只是一个藩王 要想登上那个宝座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凶险难测呀 朱棣的预感并没有错 他即将走上的是一条 异常艰苦的道路 贵为皇子的他 必须要经历金戈铁马 九死一生的战场 拼杀去夺取自己的天下 而他遇到的敌人 绝不仅仅是皇子城 那样的无能之辈 还有很多十分厉害的对手 在等待着他 他也将在不久之后 吃到这些人的苦头 宋忠名字不太吉利 军事才能也很一般 本来在建文帝的布局中 他并不是什么重要的人物 事情急转直下 却将他推向了风口浪尖 北平附近的明朝军队 全部涌向了他所在的怀来 情况是一片混乱 关键时刻 宋忠表现出了惊人的勇气 他在短时间内收容和安排了许多士兵 并将他们重新编队 但是士兵们的慌乱是他无法平息的 在很多时候 平息慌乱的最好方法是愤怒 为了尽快恢复士兵们的战斗力 宋忠决定撒一个谎 事实证明这个谎话是比较蹩脚的 宋忠呢 派人传播谣言 说家在北平的士兵家属们都被燕王杀掉了 士兵们群情激愤 准备拼死一战 可是当燕王的军队真的发动进攻时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打头阵的并没有冲上来拼杀 而是不断大喊大叫 喊叫内容 类似于今天在机场火车站出战口接人时 说的那句话 一时间父子兄弟表哥堂弟的喊声是此起彼伏 原来朱棣得知了宋忠的这个谎言 特意安排这些士兵的亲属打头阵 来瓦解宋忠的军心 这一招十分有效 宋忠手下的士兵顿赶上当 于是纷纷逃走 宋忠没有办法 只好亲自上阵 但大势已经不能挽回了 战斗结果 宋忠全军覆没 他本人也被活捉 朱棣想劝降宋忠 被他言辞拒绝了 他最后被杀害 宋忠虽财距不高 却有决战之勇气 宁死不屈 对得起他这名字中的那个忠字 战败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朝廷 剑文帝是大惊失色 他终于明白 一直害怕发生的事情 最终还是发生了 现在只能用刀剑来说话 朱元璋杀戮功臣的恶果 终于显现出来 当剑文帝朱允文环顾四周时 惊奇的发现 他很难找出一个真正有战斗经验的人 去对付朱棣 只剩下耿炳文了 耿炳文是朱元璋的老乡 身经百战 战场经验丰富 为朱元璋所信任 并在战后被封为常兴侯一等功臣 很明显朱元璋当年杀掉无数功臣 却独留下他 正是为了今日之变 洪武年间 名将如云 耿炳文虽然是一个不错的将领 但并不十分突出 在那个名将一抓一大把的年代 比他强的将领数不胜数 比他低调的也不在少数 朱元璋杀掉那么多开国功臣 却把他留下来 此人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呢 其实秘密就藏在他的封号中 耿炳文之所以被封为长兴侯 是因为当年他驻守长兴十年 抵御张世成的进攻 城池固若金汤 一直未被攻破 极大的牵制了张世成的力量 每个将领都有他自己的长处 也有他的短处 耿炳文的长处就是防守 联系起来看呢 你不得不佩服朱元璋的精明 擅长进攻的蓝玉王璧都被他杀了 擅长防守的耿炳文却被留了下来 即使将来耿炳文真有一心 也翻不起多大的浪 而如果有外敌入侵 耿炳文就可以派上用场了 可是朱允文交给耿炳文的任务 却是进攻 进攻的对象呢 是从小混迹于名将之中 深通兵法的朱棣 朱棣的军事天赋 丝毫不逊色于洪武朝的一流名将 碰巧的是 他的长处正是进攻 朱允文将三十万大军的指挥权 交给了耿炳文 希望他将叛军一举荡平 为了表示对此事的重视 他还亲自送耿炳文出征 也就在这次送行中 朱允文干出了他一生中 最愚蠢的事情 他语重心长的对耿炳文说 请你务必不要让我背上杀害叔叔的罪名啊 虽然他一生中干过很多蠢事 但我认为 这件事是最蠢的 朱允文虽然从朱元璋那儿学到了很多东西 但关键的一条规则 他没有领会 这也是朱元璋一生的信条 要么不做 要么做绝 想必接到命令的耿炳文 也是一头雾水啊 打仗 还不能伤害对方主帅 这是什么道理 但他还是顶着雾水出发了 迎接他的将是凶险未卜的命运 八月份 耿炳文率领大军到达了真定 他派遣徐凯驻守河坚 潘中驻守墨州 杨松为先锋进驻雄县 待主力汇齐后再发动进攻 可以看出 耿炳文确实惊艳老道 他深知深入敌境作战 应稳扎稳打 他摆出的这个三角形阵势 充分体现了其丰富的战斗经验 和扎实的几何学功底 万事俱备 只等朱棣了 朱棣比他的侄子更了解耿炳文 他明白这位老将不简单 绝不能轻敌 于是在战前 他派了自己手下的第一大将张玉 去侦察敌情 张玉侦察敌情后 却给了他一个意想不到的回复 张玉告诉朱棣 敌军的纪律涣散 潘中和杨松都是无谋之辈 耿炳文不过是个老家伙 打败他们打开南下之路 一如反掌 朱棣亲自带兵 抵达楼桑 准备发动他的第一次进攻 进攻对象 正是杨松驻守的雄县 这次进攻 选择了一个绝妙的时机 中秋之夜 朱棣选择中秋之夜开始进攻 是经过充分考虑的 士兵也是人 即使打仗时也要过过节假日 想想家里的爹娘和老婆孩子 可是对于雄县的那些士兵而言 他们的思念将到此为止 朱棣的士兵们没有过中秋节 他们趁着黑夜 悄悄爬上了城头 此时城内的士兵们 个个喝的是酩酊大醉 没有任何防备 突然见到这些不速之客 不由的大惊 当然 他们也绝对不会把这些人 错认为嫦娥或是无缸的 于是主帅杨松 一面派人向潘中求援 一面组织士兵奋起反抗 杨松知道 自己一方的军队势如己角 如若潘中能及时来源 必能击退敌军 遗憾的是 杨松本人及其所部 全部战死 他也没有能够等到援军到来的那一刻 援军在哪里呢 潘中确实接到了杨松的球员 他立刻意识到战斗已经开始 静况紧急 如果杨松的熊县失守 自己也要完蛋 于是他亲自带骑兵奔袭熊县 加快速度 杨松你一定要坚持住 援军马上就到 他的速度确实不慢 很快就到了一座名为月亮桥的石桥 如果他原先来过这里 现在再仔细观察一下 就会发现桥底多了很多水草 就在潘中和他的部队奔过桥后 突然炮声四起 桥底的水草不见了 无数士兵冒了出来 占据了大桥 截断潘军后路 而路边和前方也出现大量燕军 向潘东发动猛烈进攻 潘中进退不能 被关起门来猛打 不一刻全军覆没 他本人也被活捉 朱棣不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人 他看破了耿炳门的阵势 明白其分军厉害之处 就在于互相支持互为照应 只要雄县出事 潘中必定来救并内外加攻 但耿炳门没有想到 朱棣动作如此之快 解决杨松后 居然还在援兵必经之路上设下埋伏 用闪电战打了一个时间差 一箭双雕实在是厉害之极 正在朱棣筹划下一步的攻势时 耿炳门的部将张宝 阵前投降 他向朱棣提供了重要情报 明军目前处于分散状态 三十万部队并未到齐 现在只有十余万人分布在 忽托河南北两岸 如果能够分别击破 将获大胜 听到这个消息 众人都很高兴 他们觉得趁对方兵力分散进行攻击 肯定能够获得胜利 应该立刻进兵 朱棣的反应却大出众人所料 他没有如张宝所说的去攻击明军 而是安排张宝回营告诉耿炳门 自己的大军已经逼近 让耿炳门做好准备 这又是让人疑惑不解的一招 莫非朱棣嫌敌人太少 没错 他就是嫌敌人太少太分散 他的真实计划 是让耿炳门得到消息后 合兵一处 然后与自己决战 他觉得 敌人分兵两处 反而不容易打败 自己有可能腹背受敌 还不如把他们集中在一起收拾掉 朱棣对自己的指挥能力 有着极强的自信心 在他看来 耿炳门的军队并不可怕 他所需要的 不过是一场面对面的决战 耿炳门果然如朱棣所料 将自己的部队合兵一处 等待着朱棣的到来 无论张宝是不是间谍 这都是他的唯一选择 对于已经六十多岁的耿炳门来说 快到退休的年龄 还要打仗 实在不是一件让人惬意的事情 当他得知 自己精心部下的阵型被突破 杨潘二人如切菜一样 被朱棣处理掉后 也不禁为这个年仅四十岁的 天才将领的军事能力而惊叹 他是见过世面的人 徐达 常玉春 李文忠等人的身影 陪伴了他很多年 他们呢 视如破竹的攻势 鬼神莫测的判断能力 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那个时候 自己只能在这些人的光芒之下 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随着这些人的去世 他也曾自负的认为 天下能打仗会打仗的人 不多了 但是现在 他终于完全认识到 自己面对的是一个可怕的敌人 一个很会打仗 很难对付的敌人 朱棣的军队不断向他逼近 他没有办法 只能和兵 等待着对方的进攻 这对于一个带领三十万军队的将领而言 实在是一种耻辱 是死是活 总要有个结果的 朱棣 你来吧 得知耿炳文和兵后 朱棣立刻开始了攻击 耿炳文终于看见了朱棣的旗帜 但在这场战役中 北军 也就是燕军 没有指定做先锋的将领 因为这个光荣的职位 由朱棣自己兼任了 当然也是不会有人跟他抢的 朱棣喜爱战争 战火中出生的他 似乎和战争结下了不解之缘 当他跨上马 听着那熟悉的号角声和呐喊声 挥舞马刀杀向敌阵时 他似乎更能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 喊沙声是他的音乐 铠甲是他的服装 尸山血河是他的图画 他属于这个地方 耿炳文等了很久 他相信朱棣就在对面镇中的某个地方 看着他 可他等了很久 还是不见朱棣出战 到底搞得什么名堂呢 朱棣并没有从正面进攻 他没有去赴耿炳文的约会 放了对方鸽子 却亲自带领着数千人绕了个圈 从城池的西南面突然冲了出来 这下耿炳文真是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两营被攻破损失惨重 但他不愧惊艳老道 并不慌乱 立刻列兵出阵 他相信自己的兵力与对方比 并没有太大的劣势 还是可以拼一下的 然而北军的反应 简直如同闪电一般迅速 他刚带兵出战 正面的北军立刻就发动了攻击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摩铁图书授权的明朝那些事 我王庚新为您播讲 喜马拉雅FM独家播出 最不一样的历史尽在明朝那些事 等待已久的北军 在张玉谭渊朱能的带领下 对耿炳文的南军发动了猛烈进攻 这些经常与蒙古人打交道的北军 战斗力自然远远胜过了输于战阵的南军 在他们的攻击下 南军败向出现 阵中的耿炳文又得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 游击队员朱棣已经绕到了他的背后发动进攻 这下算是完蛋了 两下夹击之中 庚炳文再也抵挡不住 他带领部队退到了呼托河东 但北军大将朱能却紧追不舍 庚炳文定下心来仔细观察 他惊奇的发现 紧追自己数万大军的朱能 居然只带了三十来个人 几十个人就敢追逐数万大军 实在是太欺负人了 庚炳文立刻命令停止撤退 重新列队 他要看看这些人是不是真的刀枪不入 朱能发现南军停止了撤退 并且列好队伍准备迎战 他明白 南军为了军人骑马的荣誉 要拼命了 穷寇莫追 如果食食物的话 似乎应该撤走了 但是这个朱能很明显 是一个不要命的人 不要命的人是不惧怕敢拼命的人 他不但没有停止追击 反而加快了速度 带领剩下的几十人冒死冲进敌阵 事实证明 人只要不怕死 是什么奇迹都可能创造的 庚炳文的南军本来已是败军 被朱能这么一冲 居然又一次崩溃 弃甲投降者 三千多人 庚炳文再也没有自信了 他率领剩下的士兵 退进了真定城 在城池里 他才能发挥自己的强项 北军大胜 他们紧接着攻打真定城 但庚炳文证明了 他能够被选中活下来 实在不是偶然的事情 当年的张士诚 我都不怕 还怕你们这些人吗 北军连续攻打了三天 耿炳文就凭着这些残兵 坚守真定 北军毫无进展 如果这些进攻者 知道耿炳文坚守城池的 最长时间记录 只怕呀 都会晕过去 但是无论如何 耿炳文十分清楚 自己输了 输的是心服口服 他似乎从朱棣的身上 看到了李文忠的影子 朱棣 你赢了 你已经超越了其他人 成为这个时代 最优秀的将领 而我 已经被淘汰了 我 不是你的对手 当耿炳文战败的消息 传到朝廷后 朱允文才意识到 问题的严重性 他终于慌了 此时 黄紫诚又出了一个馊主意 他提议呀 由李景龙担任主帅 关键时刻 齐泰坚决反对这一提议 遗憾的是 他的意见并没有被采纳 黄紫诚又一次误判了刑事 一个人做一件蠢事并不难 难的是一直做蠢事 只要回顾一下 此人以往提出的各种天才意见 就会发现 他确实完成了这个高难度的任务 如果此人后来不是尽忠而死 恐怕逃脱不了燕王间谍的嫌疑 顽图子弟李景龙成为了新的统帅 这次他的兵力达到了五十万 他带着自己的军队浩浩荡荡的开赴战场 一同带走的 还有朱允文获胜的西娃 朱棣正在自己的大营里边发愁 耿炳文确实是老狐狸 知道自己不能久战 便坚守不出 这一招使得朱棣交际无比 却又无法可施 时间对于耿炳文来说并不重要 他大可每天喝喝茶 浇浇花打发时间 但对于朱棣来说 时间比黄金还要宝贵 因为朱棣是一个造反者 造反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可以归入假冒伪劣产品之列 这种东西在乱世可能还很有市场 但现在是太平天下 对政府不满的人并不多 要想找闹事的人实在是并不容易 万一那一天手下这些人不想造反了 改当良民 把自己一个人丢下当光杆司令 那可就不妙了 必须得尽快解决这个问题 也就在此时 他的情报人员告诉他 耿炳文被撤换 由李景龙接任指挥职务 朱棣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想什么来什么 哎呦 他跳了起来 兴高采烈的向部下发表了一番演讲 如果要给这个演讲取个名字的话 可以命名为 论李景龙是军事白痴 及其失败之必然性 演讲共有五点 这里就不列举了 总之推出的结论就是 李景龙必败 一个统帅刚走马上任 还没有打仪仗 居然会让对方主帅高兴的手舞足蹈 悲哀呀李景龙 我真为你感到悲哀 无论李景龙在朱棣的眼中 是多么的无能 但他毕竟有五十万军队啊 朱棣可以瞧不起李景龙 但不能瞧不起那些士兵 在短暂的高兴后 他又陷入了沉思 以自己目前的兵力 如要硬拼 胜算并不大 而对方的后勤补给能力 要远远胜过自己 拼消耗也并不是理想的方法 只有积聚力量 给对方一个致命的打击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但是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 虽然士兵们战斗力强 但数量并不多 并且还要派人防守北平附近的大片根据地 总不能找那些没有受过训练的老百姓去打仗吧 目前能够召集的有战斗力的士兵就这么多了 还有什么力量可以借助呢 只有那个人了 只能借助他的力量 才能确保获得胜利 没有其他办法 但这件事情 必须要仔细策划 亲自执行 别人是对付不了那个人的 朱棣 把防守北平的任务 交给了自己的长子 朱高赤 郑重地告诉他 我把城池交给你 你一定要守住 待我大军归来之日 即是全胜之时 身有残疾的朱高赤 还是第一次看到父亲 用如此严肃的语气和自己说话 他隐约地感到 一场严峻的考验即将到来 朱高赤的感觉没有错 这一战 不但将决定朱棣的命运 也将影响他自己未来的人生 朱棣一向眼界甚高 在众多藩王中 他瞧得起的也就那么几个人 而宁王绝对是其中的一个 当时人们评价朱王 有燕王善战 宁王善谋之语 以燕王如此狡猾之辈 竟然还不如宁王善谋 可见此人确实厉害 在朱棣看来 宁王最厉害的 却是他手下的那支特殊武装 朵延三位 这是一支朱棣做梦都想得到的部队 也是当时战斗力最强的军队 但这些部队已经明令归宁王指挥 想要染指 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先解决宁王 在这场削藩的斗争中 宁王也未能幸免 建文帝对这个能争善战的叔叔并不放心 在对燕王动手的同时 他也把手伸向了宁王 宁王显然没有朱棣那样的反抗精神 他虽然不愿意服从 却也没有反叛的企图 不过在他的内心确实存在着吐死湖碑的复杂情感 朱棣正是利用了这一点 他率领自己的军队到达了宁王的地盘 引起了宁王的警觉 虽然自己目前境况不得意 但还是不想做反贼的 他命令军队做好准备 如有意外就让这位善战的燕王受点教训 可是朱棣的行为让他大吃一惊 这位王兄把军队部署在城外 单枪匹马进了城 宁王这才接见了他 一见面 朱棣就摆出了一副苦大仇深的模样 痛斥建文帝对自己的迫害 并表示自己已经无处可去 只好来找兄弟 当中间人向朝廷求情 赦免自己 顺便在这里混吃混喝 宁王摸清了朱棣的来意 他欣然答应了朱棣的要求 在他看来 这位一向号称藩王中最强的人 也不过是个软蛋 静难静到一半就准备投降了 信自然会写 但朝廷是否饶恕他 那可就不关自己的事了 此时一副可怜相的朱棣 小心翼翼的提出了另一个要求 自己的部下都在城外 多有不便 能否允许手下的部分官吏进城 也好安排相关事宜 当然大批军队是不会入城的 宁王本来有些犹豫 但在得到军队不进入城内的保证后 也就同意了 他相信一群不带武器的人 翻不起滔天巨浪 朱棣 朱棣严格遵守了规定 没有派大批军队入城 但他派入城中的人 却带着另一样威力巨大的武器 金钱 朱棣严格遵守了 朱棣严格遵守了 宁王的地盘待了下来 每天除了吃吃喝喝 就是与宁王聊天 他并没有劝说宁王参加自己的队伍 也没有提出任何过分的要求 这样的客人自然是受宁王欢迎的 但意思意思也就够了 宁王无时无刻不再提醒自己 眼前的这个人毕竟是反贼 还是早点李宋出门的好 还没等他表达出这个意思 朱棣自己就主动提出来了 他表示啊 自己在此地已经待得太久了 希望回去 宁王是大喜过望 这个温神终于要开路了 他十分高兴 要亲自送行 送行的仪式在郊外举行 无论是真情还是假意吧 自然也有一番一一化别 宁王也有些愧疚 遗憾地对朱棣说 可惜我没有能够帮上老兄什么呀 朱棣笑了 他一把拉住宁王说道 既然如此 老兄和我一起去静难如何 这就不是客气话了 宁王立刻正色说道 卢大哥需要什么可以直说 静难之事就不要开玩笑了 朱棣看着他的眼睛 遗憾地摇了摇头 我确实需要你 不但需要你 还需要你的朵延三位 和你所有的一切 你跟我一起走吧 宁王终于明白 朱棣的目的了 但他是不会轻易认输的 难道你认为 在我管辖的地方 可以认你胡来吗 我明白 朱棣说完又笑了 所以才让你到郊外来送我 我明白 朱棣是一声令下 早已布好的伏兵一起杀出 宁王正想还手 却发现自己的手下已经不听使唤 原来那些见前眼开的朵延三位首领 已经被朱棣派进城的人买通 变成了朱棣的人 刹那间 朱棣从客人变成了主人 除了宁王手下的大将朱健 奋力抵抗战死外 其他的人早已放下了武器 人真是靠不住啊 以善谋著称的宁王 就这样被另一个善谋的人挟持 一同踏上了静难之路 他郁闷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但在目前这个环境中 他只能屈服 他的这种态度让朱棣十分满意 最后朱棣把宁王和他的子孙安置到了江西 也算是给了宁王一个好的结局 当然朱棣绝不会想到一百年后 这位宁王的子孙也会一糊了化瓢去造他后代的反 这真是应了那句名言 出来混迟早要还的 就在朱棣在宁王那里筹划阴谋的时候 北平遭到了攻击 李景龙果然如朱棣所料 亲自带领五十万南军围攻北平 他在北平九门外修筑了堡垒 并派兵攻打通州 同时他在正霸村设置了九座大营 作为进攻的依托 一切准备停当后 他对北平发动了进攻 防守北平的是朱棣的长子朱高赤 朱高赤是一个身有残疾的人 根据史料分析 他可能在小的时候 得过小儿麻痹症之类的病 行动不方便 出入都要人搀扶 在很多人眼里 他只是一个废人 朱棣却十分了解这个外柔内刚的儿子 他相信这个瘸子的内心远比他的外表坚强的多 这次将防守北平的任务交给朱高赤 也正说明了对这个儿子的信任 但信任是一回事 守不守得住 又是一回事 事实证明 五十万人攻城 绝不是开玩笑的 南军使用大量火炮 配合攻城 几十万人像蚂蚁一样 往城墙上爬 城内守军虽然有思想准备 但还是被如此大的阵势给吓住了 正是这一愣神的功夫 战局出现了变化 顺城门的守军 由于准备不足 大步溃散 南军找准机会 猛攻顺城城门 眼看就要攻破 大将良明赶到 整顿部队加入了防守 更让人称奇的是 城内的一群妇女 也发挥了不爱红装 爱武装的精神 使用特殊武器 板砖和瓦片 攻击攻城的南军 这样看来 板砖拍人之说 也算是历史悠久 古已有之啊 当然 这种攻击行为 有多大作用 很难说 但是起码 他鼓舞了守城士兵的士气 帮助他们 抵挡住了这次进攻 经过激战 围攻顺城门的部队被击退 北平暂时保住了 朱高赤的思维 远比他的腿脚要利索得多 他明白 这样下去 北平迟早是不保的 要想守到父亲回来 必须想别的方法 于是他制定了一个大胆的计划 李景龙看着眼前这座 摇摇欲坠的北平城 心中十分得意 他是李文忠的儿子 生得相貌堂堂 但一直都有人说 他不过是个顽固子弟 没有多大本事 当然 顽固子弟从来都不会承认自己是无用的 他一直在找机会证明自己 这就是一个绝好的机会 他相信 只要攻下北平 打败朱棣 他就能从父亲的阴影中走出来 让所有的人都承认自己的能力 事实证明 打仗似乎并不难 眼前的这座城市已经坚守不了多久了 孤城一座还能玩出什么花招 胜利入城的日子不远了 然而夜晚来临后 战局却出现了他想不到的变化 城内的北军居然越城而出 分成小队 主动对城外大军发动了偷袭进攻 南军万没有料到城内的孤军竟然还敢主动出击 是一时大乱 为了确保安全 李景龙下令退后十里扎营 都督瞿能是一个有见识的人 他从纷乱的战局中发现了战机 他判断北军的夜袭只是掩人耳目争取时间 看似混乱的时候正是破城的最好时机 他仔细观察了城池的防守情况后 认准了张叶门是最弱的一环 率领着自己的数千人猛攻张叶门 情况确实如他所料 北军确实是虚张声势 在他的功绩下 张叶门的守军纷纷溃退 眼看着城门就要被攻破 李景龙却干出了一件为人不齿的事情 李景龙果然不负其军事白痴的声明 没有辜负朱棣对他突发性弱智的期望 眼看着城门就要攻破 他立刻下令停止攻击 原因很简单 他不想被人把功劳抢走 有李景龙这样的上司 就是神仙也没有办法打胜仗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摩铁图书授权的明朝那些事 我王庚新为您播讲 喜马拉雅FM独家播出 最不一样的历史 尽在明朝那些事 有李景龙这样的上司 就是神仙也没有办法打胜仗 所谓天语不取 必受其咎是有道理 等李景龙集结好兵力 准备再次进攻的时候 老天爷出来说话了 此时北平正值十一月 气温极低 虽然历时数百年 此地从北平到北京名字变了多次 但除了沙尘暴日益频繁外 天气是没怎么变化的 城内的朱高赤虽然没有学过物理 但应该也有不错的自然科学造诣 他让人往城墙上不停的浇水 带得第二日来看时 北平城已变成了一座兵城 城外的士兵们就苦了 别说攻城 眼前的这个大兵砖 连个搭手的地方都没有 只能是望城兴探 在李景龙的愚蠢和老天爷的帮助下 朱高赤坚守住了城池 并等到了父亲的归来 北平防卫战是李景龙的耻辱 却是朱高赤的机遇 正是这一战为他争取了足够的政治资本 日后他登上皇位时 想必也会感谢李景龙吧 朱棣回来了 此时的朱棣已经不是一个月前的朱棣了 在他的麾下聚集了当时最为强悍的朵延三位骑兵 对于有了强力外援加盟的优秀将领朱棣而言 手下士兵的强悍程度 是与军队的整体战斗力成正比的 而对于李景龙这样的军事蠢才而言 士兵的素质往往只与他本人的逃跑成功率有关系 虽然朱棣的兵力数量仍然远远不如李景龙 但他明白李景龙不过是一只外应内软的鸡蛋 现在他就要把这只鸡蛋彻底碾碎 李景龙的指挥部设在正霸村 距北京二十公里 在得到朱棣班师的消息后 他派部将陈辉率一万骑兵前去阻击 令陈辉哭笑不得的是 他并没有攻击的具体地点和目标 这是因为派他出去的李景龙也不知道朱棣在哪 但是命令还是要执行的 陈辉就带着自己的一万部下 踏上了漫长的寻人之旅 正是天寒地冻的时候 去哪找人呢 陈辉带着自己的部队是到处乱转 陈辉不知道的是 朱棣就在离他不远的地方向着北平挺进 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 陈辉与朱棣的军队竟然是擦肩而过 未曾相遇 当陈辉经过朱棣刚刚走过的地方时 发现了大量的马蹄印和行军痕迹 终于找到敌人了 陈辉是异常兴奋 沿着痕迹一路跟随朱棣的军队 他没有马上动手 而是准备靠近自己的大本营后来一个前后夹击 应该说这个计划本来是不错的 可惜陈辉不是蓝玉 朱棣更不是捕鱼儿海的北原皇帝 就在陈辉发现朱棣后不久 朱棣察觉到自己被跟上了 他也没有和陈辉废话 派遣新进的朵延骑兵去攻击陈辉 这些蒙古人刚收了朱棣的好处 正想找个机会显示一下自己的能力 他们三下五除二把陈辉的一万士兵全部打垮 陈辉本人算是运气不错逃了回去 这一战大大增强了北军的士气 很快北军就到达了李景龙的大本营 正霸村 得到消息的李景龙整顿好军队 准备迎战他的这位儿时伙伴 而朱棣也将在这里给他这位纸上谈兵的表执 上一堂真正的军事理论课 正霸村之战就此开始 朱棣派出最强的朵延三位 以中央突破战术直冲南军大营 这些蒙古骑兵果然名不虚传 以万军不党之势连破南军七营 打的南军是四散奔逃 这也深刻的说明 只要给得起价钱是能够请来好外援的 南军虽然惨败 但毕竟实力尚存 在经过一番整顿后 逐渐稳住了阵脚 开始与北军对战 几十万人奋死拼命厮杀 打的是天昏地暗血流成河呀 战局似乎是僵持状态 此时一个叫马三宝的人指出 南军的要害就在于李景龙的中军 只要李景龙移动位置 便可趁其立足未稳之机 出骑兵左右夹击他 定可获胜 朱棣采纳了他的意见 并任命马三宝为部将 天色黑了下来 李景龙果然按捺不住 亲自带上中军上前作战 朱棣立刻派骑兵 从两翼猛烈夹击 李景龙抵挡不住 败下阵来 由于双方都损失太大 各自收兵 朱棣借着这个机会 安顿好了士兵 准备明天的大战 然而他想不到的事情 发生了 李景龙远比他想的 还要无能 他不但没有军事才能 还胆小如鼠 以往从父亲的口中 听来的战场惨况 他一直并不在意 等到自己亲眼见到 残酷屠杀的场面 他才真的被震慑住了 这不是玩笑 也不是清谈 这是几十万人的厮杀 是无数生命的毁灭 战争不应该是这样的 他应该如兵书上所说 运筹帷幄 决胜千里 那是何等的神器活现呢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我是不会获胜的 这不是我应该待的地方啊 李景龙打定主意 连夜难逃 按说 这也算是保存力量的一种方式 因为估计啊 他确实也打不过朱棣 但此人可恶之处在于 他只顾自己逃跑 却忘记通知 还在围攻北平的士兵 那些攻城的人兄 真是可怜的 遇到这么个破天气 又摊上这么个破主帅 岂有不败之力 在城内城外的围攻下 攻城部队全线崩溃 至此 郑霸村战役 以李景龙的彻底失败 朱棣的彻底胜利而告终 此战对很多人 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这场战役中 李景龙用实际行动 表明了他的无能名声 并非虚传 也算是证明了自己 而朱棣获得了大量生力军 并初步确立了战场的主动权 朱棣的长子朱高赤 借助北平防御战的胜利 获得了父亲的重视和喜爱 积累了政治资本 而那位叫马三宝的人 也因在此战中的优秀表现 为朱棣所重用 并隐为心腹 此人出生时 父母为世道平和平安成长之意 曾给他取名为和 又由于他在郑霸村立下大功 被朱棣次姓郑 此后他便改名为郑和 战败的消息 很快传到了黄子成的耳中 他十分惊慌 李景龙是自己推荐的 如果李景龙倒霉 自己也会被拖下水 经过仔细思考 他决心隐瞒真实情况 保住李景龙的指挥位置 既然已经把宝压在了李景龙身上 就只能和他一起走到黑了 李景龙 我再信你一次 惨败后的李景龙 终于有点清醒了 他算是明白了 打仗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不是风花雪叶 不是纸上谈兵 而是刀剑刺入身体时 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 是四处喷剑的鲜血 是垂死士兵声嘶力竭的惨叫 李景龙整顿自己的部队 退到德州 并在这里准备下一次的决战 李景龙很清楚 虽然他可以用胜败乃兵家常识 来为自己开脱 但如果他再次失败 那可就用什么借口也开脱不了了 手握几十万重兵 却不断输给人数少于自己的北军 别说回到京城无法交代 就连部下的脸色 也是不会好看的 可是击败朱棣 谈何容易 很明显 这位儿时伙伴的军事能力 要远远强于自己 手下的士兵 虽然不如自己的多 质量却比自己的高 还有那些杀人不眨眼的蒙古骑兵 这实在是一个可怕的对手 要想击败他 必须寻求帮助 找谁来帮助自己呢 这个世上 有人可以与朱棣匹敌吗 答案是肯定的 李景龙找到了可以为他打败朱棣的人 从某种意义上说 他也确实找对了人 李景龙的心里总算是有了底 他开始认真进行反攻的准备 胜利者朱棣的内心 也是忐忑不安 他很明白 对他而言 每一次战斗都是决战 从他起兵的那一刻起 自己就已经背上了反贼的罪名 除了那几个唯恐天下不乱的心腹外 天下是没有几个人支持他的 面前这些兴高采烈的部下 真的信得过吗 谁能保证他们不会在某一个夜晚 把自己的脑袋拿去去求个一官半职呢 我有着过人的军事天赋 我的铁蹄曾踏遍蒙古纵横千里 但我并不是皇帝 我可以击败朱允文十次 他依然是皇帝 朱允文只要击败我一次 我就可能永不翻身 沦为死囚 这实在是一笔风险极大的生意 每一天都可能是最后一天 每一战都可能是最后一战 日复一日的精神压力和折磨 使得他必须不断的以性命相搏 而这绝不是李景龙所能懂得的 李景龙输掉战争 还可以回家 实在不行就投降 而朱棣如果失败 等待他的只有死亡和屈辱 人生最痛苦的事情 莫过于不得不玩一场绝对不能输的游戏 在死神阴影笼罩下的朱棣 必须面对新的挑战了 德州的李景龙 已经发出了进攻信号 而他一定要去应战 并击败他 对朱棣而言 获得胜利 已不是为了夺取皇位 而是为了活下去 建文二年 李景龙在做好准备后 带领着他的大军出发了 他的目标是白沟河 他将在那里和自己的帮手会合 李景龙的帮手有两个人 一个是武定侯郭英 另一个是安禄侯吴杰 这两个人也算是前朝老臣了 具有丰富的战斗经验 在即将开始的这场战役中 他们将发挥极大的作用 但李景龙找到的最得力的帮手 并不是他们 而是另有其人 就在李景龙准备从德州 发动进攻的时候 朱棣也通过他的情报网络 得知了这一军事情报 对于李景龙这样的对手 他并不担心 在他眼中 李景龙不过是一头羔羊 还肩负着为他运送 军需物品的运输大队长职务 当得知李景龙的先锋 由一个叫平安的人担任时 朱棣的部下惊奇的看到 他那一贯冷静的面容上 居然闪过了一丝惊慌的表情 应该说 李景龙在这次战役中 还是做了几件正确的事情 挑选都督平安为先锋 就是其中之一 平安对于朱棣而言 是一个极为可怕的敌人 此人不但作战勇猛 而且他对付朱棣 还有一个旁人没有的优势 那就是他曾经是朱棣的部下 并跟随作战多年 十分了解朱棣的用兵方法 平安了解朱棣 就如同朱棣了解李景龙一样 要和这样一个知晓自己底细的人作战 实在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朱棣率领着他的军队向白沟河挺进 当他们到达预定地点的时候 李景龙已经和郭英吴杰会师 正等待着他 这一次朱棣看到的是 比上次更多的士兵马匹营仗 按兵法排布是井井有条 人流来往不息 非常壮观 不壮观是不可能的 因为这次李景龙也准备拼老本了 他一共带来了六十万人 号称百万 一定要打败朱棣 在朱棣的眼中 真正的敌人只有平安 他特地嘱咐各位将领 平安这小子 原来曾经跟随我作战 十分了解我用兵的方法 十分不凑巧的事 他们正好遇到了先锋 平安的部队 平安是一个极其勇猛的将领 战斗中从来都不喊 兄弟们上这样的空话 而是经常的体现出 同志们跟我来 这样的优秀道德风尚 这次啊 也不例外 他操起长枪以身作则 带头向北军冲去 在上次战役中 有良好表现的 瞿能父子 看见主将冲了上去 也不甘示弱 紧跟平安 发起了冲锋 他们手下的士兵 被这一情景惊呆了 愣神之后 终于反应过来 领导都冲锋了 小兵怎么能待着不动呢 于是平安的先锋军 就如发疯般冲入北军营中 大肆砍杀 往来纵横 北军也没有想到 在他们眼中 一向柔弱的南军 竟然如此的勇猛 毫无思想准备 纷纷溃退退 由此可见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但是北军的噩梦 还没有结束 因为另一位将领 郭英 已经为他们准备了一份 意外的礼物 郭英从真定出发 比李景龙晚到白沟河 他的军队中 虽然没有平安那样的勇将 却携带着大量新式武器 火器 从史料上分析 这些火器可以被埋在土里 攻击敌人 那么我们就可以给这种火器 一个现代的名字 什么呢 地雷 在平安与北军交锋时 郭英并没有闲着 他预计到了北军的行动路线 在他们的必经之路 埋下了大量的地雷 当北军被击溃并撤退时 他们及时收到了郭英的这份大礼 可怜的北军呢 并没有探雷器 也没有所谓的工兵 要想过去只能拿人来排雷了 于是大家伙是一拥而上 踩上地雷的只能算你运气不好 下辈子再投胎 运气好的算是捡了一条命 史料记载说 此战中燕王朱棣 从三级垫后 我曾一直为朱棣同志这种舍己为人的精神所感动 但是综合起来看 似乎并不尽然 此举大有让别人为自己蹚地雷的嫌疑 殿后的朱棣没有被地雷炸 却也有不小的麻烦 由于北军大败 情况混乱 等到战斗停止时已是深夜 伸手不见无止 朱棣竟然迷了路 当然在那个地方 是不可能找民警叔叔问路的 朱棣只好下马 趴在地上辨别河流的方向 这个动作似乎并不是特别哑观 找了半天 才弄清楚东南西北 这才灰头土脸的回到了自己的队伍中 回到营里 朱棣是越想越生气 自出兵以来 如此的狼狈不堪 还是第一次 愤怒驱使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不再像以往一样修整部队 命令各位将领 立刻整兵准备出战 天明之时 即是决战之日 李景龙十分兴奋 他终于看到了一次胜利 这说明朱棣也是普通人 他也是可以战胜的 自从战败以来 将领们的指责 士兵们的抱怨 每时每刻都缠绕着他 无形的压力 使得他抬不起头来 现在洗刷耻辱的时候 终于到了 楚地 我的光荣 在你身上失去 就从你的身上 拿回来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摩铁图书授权的明朝那些事 我王庚新为您播讲 喜马拉雅FM独家播出 最不一样的历史 近在明朝那些事 李景龙和朱棣 双方的军队在同一个夜晚准备着同样的事情 擦亮盔甲 磨砺兵器 等待着天明的一刻 对于他们中的很多人来说 这将是最后一个夜晚 他们不会去思考自己人生的意义 此时此刻 唯一要做的 就是等待那个时候的到来 然后拿起刀剑 去杀戮那些自己并不认识的人 这个夜晚无比漫长 又极其短暂 决战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朱棣率领着他的全部人马列队走向了战场 在对岸等待他的 是李景龙的六十万大军 战役仍然是由南军发起的 在昨天有着良好表现的平安和瞿能 更是不讲客套 卷了袖子 操家伙就上 你若认为此二人有勇无谋 你就错了 他们冲击的不是北军的正面 而是后裔 平安和瞿能 带着自己的军队 绕了很大的一个圈子 跑到了北军的后面 他们选择的攻击对象 是房宽率领的后军 平安一马当先杀戮敌阵 用长枪横扫北军 先后杀伤多名北军大将 竟无人可挡 在这两个狂人的指挥下 房宽的后军很快崩溃 朱棣的作战计划 就这样被打乱了 在纷乱的局势中 他做出了冷静的判断 要想取胜 唯一的方法就是全力攻击 李景龙中军 只要中军被击退 战局就一定会大为改观 他命令大将秋福 率军进攻对方中军 秋福领命后奋力攻击 却没有丝毫效果 李景龙的中军只窥然不动 在这次战役中 秋福辜负了朱棣的期望 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 这并不是他最后一次 让朱棣失望 秋福的失败 让朱棣有些失望 但并未影响朱棣的计划 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秋福只是他引开 对方注意的一个棋子 那致命的一招 将由他自己去下 与朱棣交过手的人会发现 此人喜欢用阴招 他很少从正面冲击对手 而是常常从对方的侧翼 发动突然攻击 这正是兵法中所谓 以正合 以齐胜 也是朱棣指挥艺术中 最大的特点 这一次也不例外 他对秋福发出进攻 中军的命令之后不久 便亲率大军 绕到李景龙军的左翼 他将在那里彻底击溃李景龙 在以往的无数次战役中 他都是用类似的手段 取得了胜利 他相信这一回也不例外 当他到达敌军左翼 准备发动进攻的时候 却听见了自己后军的嘈杂声 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李景龙军居然以齐人之道 反齐人之身 在朱棣运动的同时 抄了他的侧翼 并发动了进攻 现在北军已陷入苦战 这下朱棣傻眼了 他万没有想到战局会发展到这个程度 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 他把李景龙当成了真的白痴 要知道 李景龙虽然会出现间歇性弱智的病状 大部分时间却还是个正常人 他已经在朱棣的这一招上吃过很多亏 无论如何都会长记性的 此时的朱棣已经陷入极其危险的境地 他深入敌境 已成为众矢之地 南军已经将他团团围住 只等着拿他邀功请赏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 朱棣展现了他的勇将风范 等别人来救 是不现实的 只有自己救自己 多年征战练就的真功夫 此时派上了用场 朱棣如同困兽一般 愤死拼杀 他先用弓箭射击敌人 箭直射完了以后 他又抽出随身的宝箭 是乱砍乱杀 结果连箭都被砍断了 坐下战马已经换了三匹 鲜血染红了他的盔甲 他也实在无法支撑下去了 朱棣明白 继续在这个地方待下去 定会死无全尸 这么多人围着 即使每人只砍上一刀 把自己剁成肉馅 包饺子 也是绰绰有余的 他决定退回河堤 仗打到这个地步 不是他想退就能退的 等他千辛万苦到达河堤时 南军大将平安和取能 也如约赶到 眼见战局形势大好 李景龙发布了命令 全军总攻 此时朱棣已经没有任何预备 对和后招 而李景龙的大军正向河堤逼近 这是朱棣有生以来最为危机的时刻 眼看九五至尊的梦想就要破灭 万念俱灰的朱棣 似乎已能够感受到冰冷的长枪 刺入自己身体时的感觉 就在最后的时刻 朱棣居然想出了一个 不是办法的办法 他决定再玩一次花招 朱棣不顾危险 骑马跑到河堤的最高处 不断地挥舞马鞭 做出召唤人的动作 这似乎有剽窃三国演义中 张飞守长板桥的守法的嫌疑 朱棣这样做 并不是想成为剑靶子 他的行为类似今天街上的流氓打架时 那么一声吆喝 你小子别走 等我叫人来收拾你 这一招是否有用 并不决定于朱棣本人 而是取决于另一个人的愚蠢程度 他之所以要跑到高处 也正是希望自己的这个举动 被此人看见 这个人就是李景龙 这一次 他又没有辜负朱棣的期望 看见朱棣的这一行动后 他做出了错误的判断 认为北军有埋伏 随即号令南军退后 趁着这个时机 朱棣终于逃离了河堤 北军也获得了暂时的喘息之机 李景龙虽然判断错误 但他毕竟仍然占据优势 朱棣却是真正的叫苦不迭 自从起兵到现在 还未经历过如此惨烈的战役 自己的全部军队已经投入战场 再也拿不出一兵一卒 而他本人也已经多处负伤 极度疲惫 难道自己长达十余年的准备和隐忍 就要到此结束吗 不会 我绝不甘心 坚持下去 只要能够坚持下去 事情一定会有转机的 就在这样的信念支持下 朱棣率领他的军队 继续与南军血战 但是坚持就一定能够换来胜利吗 从此时的战局来看 朱棣翻盘的机会微乎其微 看来除了指望老天爷帮他外 其他的可能性都不存在了 而如果朱棣真的相信 有老天爷的话 他恐怕也不会造反了 朱棣的厄运还远没有到头 此时的北军虽然处于劣势 但由于其素质较高 一时之间倒也能够形成僵持的局面 就在此刻 南军的一名将领 又发动了新的攻势 打破了这个僵局 大将瞿能 是南军中最为勇猛的将领之一 仅次于平安 在这场战役中 他更是极其活跃 状态上架 就好像是打了兴奋计一般 他是左冲右突 砍杀了无数北军士兵 勇猛过人 但此人绝非只是匹夫之勇 在僵持的战局中 他以自己敏锐的直觉 察觉到了战绩 朱棣已经抵挡不住了 只要再来一次冲击 他就会被完全歼灭 成此大功 舍我其谁 战场上的士兵们已经煞红的眼了 自天明大到中午 双方队形已经完全混乱 夹杂在一起 仅凭着衣着医着的区别展开厮杀 完全谈不上什么战术了 瞿能以其冷静的头脑组织了大群士兵 将他们重新整队鞭排 他要发动最后的攻势 彻底彻底 彻底打败朱棣 准备好了以后 他就大声喊着 消灭燕王 消灭燕王的口号 率先向北军发动冲锋 他手下的士兵 见主帅如此拼命 大受鼓舞 纷纷冒死 向敌阵冲去 瞿能的冲锋 彻底打乱了朱棣的防守 原本已经十分薄弱的防线 被南军骑兵分割成极端 看来朱棣的天子之路 就要到此为止了 可是接下来 却发生了一件 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 这件事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其诡异的程度 实在不能用历史规律来解释 此事发生在瞿能发动冲锋 朱棣军队即将崩溃的时候 要形容这件事情 我们必须换用风神榜 或是西游记中的语言描述 本是晴空万里之天 突然天地变色 飞沙走石 妖风四起 但见那妖风缠绕 营中帅棋 只听得咔嚓一声 棋杆折断 大棋落地 这件事实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 这风早不刮 晚不刮 单单就在这个时候刮起来 这么大的战场 刮点什么不好 还偏偏就把李景龙的帅棋给刮断了 若非此事载于正史 也真是让人难以相信 南军懵了 这个变故是谁也没有想到的 当时的士兵们 十个里面有九个都是封建迷信的受害者 朱棋起兵时 房上吊两片瓦 都要费尽口舌解释半天 如今连打仗的旗帜也被吹断了 就如同做生意的人被砸了招牌 惶恐不安之际 哪里还有心思去打仗呢 朱棋呢 却是大喜过望 他的运气真是太好了 毫无出路之时 竟然出现如此转机 其发生的概率 大概相当于我们今天 买两块钱彩票 中五百万元巨奖 当然更让他想不到的是 在他后来的军事生涯中 他还会再中两次五百万 朱棋是一个能够抓住战机的人 他趁着南军惊慌不安之时 绕到南军后侧发动了猛攻 南军惊慌失措之余 无力抵挡 全军溃败 朱棋好人做到底 送佛送上天 借着封氏顺便放了一把火 火界封氏封住火卫 在漫天大火之中 北军发动了总攻击 突然发生的变故 让瞿能是大为意外 回眼望去 大本营已经陷入一片火海 士兵们四散奔逃 北军骑兵到处出击追杀逃跑的南军 败局已定大势已去 而自己突入敌阵已被重重包围 要想突围 也是不可能的事了 他回头望一眼 一直跟随自己拼杀的儿子 哭笑道 今日 就在此地为国尽忠吧 随即帅军愤死拼杀 父子俩最终都死于阵中 南军大败 最能作战的平安 也抵挡不住北军的攻势 帅军败走 素来有逃跑传统的李景龙 更是二话不说 帅大军向南方逃窜 老前辈郭英也不甘忍厚 估计他对李景龙失望一极 逃命都不愿意和他一块走 独自向西逃去 此战南军损失十万余人 其余全部逃散 所谓兵败如山倒 朱棣自然不会放过追击的机会 他下令北军全线发动反攻 是要将南军六十万人 全部一网打尽 按照战场的形式 他本来是很容易达到这个愿望的 但一支军队的出现 打破了他的美梦 当朱棣追击时 意外的发现一支士气高昂 未受损失的精锐部队 挡住了他前进的路线 率领这支军队的是徐辉祖 徐辉祖怎么会突然率领一支 毫发无损的部队殿后呢 这还要从战前说起 在此战开始之前 朱允文曾单独召见徐辉祖 并交给他为大军殿后的任务 因为朱允文虽将大军交给李景龙 却也对此人的指挥能力 有所怀疑 为以防万一 他特地让徐辉祖断后 没有想到这一招 竟然真的起了作用 徐辉祖的掩护 为南军撤退 赢得了时间 也为下一次的反攻保留了力量 白沟河战役结束了 在此战役中 朱棣战胜了强大的南军 虽然胜得有些侥幸 但毕竟还是胜了 他从此初步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 此战的胜利也使他的声望达到了顶点 即使是他的敌人也不得不承认 朱棣确实是这个时代最为优秀的将领 京城里的朱允文 应该也从此战中 获得了不少教训和经验 在我看来 至少有三条 一 李景龙确实是军事蠢材 应该像垃圾一样 把他扔掉 二 环境保护是个大问题 应该多搞点绿化 减少大风扬杀恶劣天气的发生 三 脊杆应该换成铁制的 不可偷工减料 获得胜利的朱棣 带着满身的伤痛和疲倦 回到了自己的大营 这实在是他经历过的最为艰苦的战役 若不是那场大风 胜负谁数 还很难说呀 但不管怎样 他还是赢了 自从起兵以来 他终于能够睡个安稳觉了 李景龙的六十万大军被打败了 是被仅有十余万军队的自己打败的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自信一点点在他的胸中蔓延开来 他甚至开始认为 这个时代就是为自己而设置的舞台 在这个舞台上 没有人可以做他的对手 他将继续独自表演 直至走向这条天子之路的终点 放眼天下 何人是我敌手 李景龙的拙劣表演还没有结束 他抵达德州没多久 北军就追了过来 李景龙二话不说 弃城就逃 他忠诚地完成了 为朱棣运送军用物资的使命 给北军留下了上百万弹的粮食 得到粮食的北军 似乎从这位运输大队长身上 尝到了甜头 继续是追着他不放 一直追到了济南 朱棣运先的军事行动 都是在自己封地附近进行的 所以南军即使被打败 也可以再次组织进攻 但是现在不同了 如果北军占据了济南 他们就将占据这个水路要冲 退可保北平 进可攻京城 这就好比在朱允文家门口 修了个炮楼 什么时候心血来潮 就打两炮过去 到那个时候 南军就真的挥天无力了 可是南军的最强主力 也已经被击败 谁还能挽救危局呢 朱棣呢 也是这样想的 朱允文手下那几条枪 他闭着眼睛都能数过来 还有什么人 能抵挡得住自己呢 他已经收拾好行李 准备去济南城内的大明湖 钓鱼了 到此为止吧 朱棣 上天毕竟还是公平的 你所期待的对手 已经到来了 他就在你眼前的这座城市里 等待着你 李景龙进行白沟河之战时 一位山东的官员 承担了为李景龙大军押运梁响的任务 他很尽责 梁响从来不缺 但他的辛勤工作 并不能挽救战役失败的结局 李景龙溃败 他也跟随李景龙撤退 但他撤退的速度 要远远慢于这位长腿主帅 一路上 他不断的收拢那些被击溃的士兵 将他们组织起来 在当时人们的眼中 这实在是一种让人很难理解的行为 所谓大厦将倾 独目难知啊 而且随着李景龙的溃败 沿路的各府县都闻风而降 江山随时可能溢主 大家都已经开始 为自己将来的前途打算了 可是这个人 却仍旧干着这样的工作 其实不止官员和将领们不理解 连他收容的那些士兵们也不理解 他们不知道这个人 为什么要收容他们 准备把他们带到哪儿去 去济南 他说 我们要去守卫济南 主帅都跑了 大人 您能守得住吗 我是山东参政 是朝廷为派的官员 这是我的职责 这个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的人 叫铁炫 铁炫 河南邓州人 也就是现在的河南邓州市 他的履历并没有什么引人注目之处 但让人吃惊的是 就是这么一个不懂军事的知识分子 挑起了那副谁也不愿意承担的重担 挽救国家威王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摩铁图书授权的明朝那些事 我王庚新为您播讲 喜马拉雅FM独家播出 最不一样的历史 尽在明朝那些事 铁炫并不是那种幼年熟督兵法 文姬起舞的游侠之人 在此之前 他的人生目标就是读好书和做好官 第一次看到战场上血腥屠杀的场面 他也曾经犹豫和胆怯过 以他的官职 如果愿意投奔朱棣 是能够捞个好前途的 但他最终选择了坚持自己的原则和信念 因为在他眼中 朱棣并不是什么遭受奸臣迫害 被逼静难的英雄 而只是一个搅乱太平盛世 图谋不轨的乱臣贼子 他的道德观念 使得他无法去接受 这样的一个人成为国家新的主宰 不接受是容易的 挺身而出进行反抗就难了 铁炫虽然是个书生 却也明白战争绝肥而戏 如果选择对抗 他就将面对这个时代最为优秀的统帅朱棣 拿什么去对抗这个可怕的敌人呢 四书五经 仁义道德 这些都没有用 但铁炫有他自己的武器 那就是爱国的热情和不屈的信念 在他组织士兵赶往济南的路上 他遇到了一个叫高威的人 正是此人坚定了他的意志 高威是辽州 也就是金山西左泉县的人 他与铁炫很早就相识 且情意深长 就在官员们纷纷跑去投靠朱棣时 高威却从朱棣的封地逃了出来 他的目的和铁炫是一致的 以身许国 铁炫在林毅遇到了这位老乡士 两个人是抱头痛哭 历士尽责守护济南 致死方休 除了铁炫和高威外 另一个官员 也因为他英勇不屈的事迹 在历史上留下了他的名字 这个人叫王醒 战争到来之前 他在济阳担任教育的职务 过着平静的生活 所谓教育 相当于今天的教育局官员 他的日常工作就是教授学生知识 李景龙溃败之后 他被攻入济阳城中的北军士兵抓获 逼他投降 他呢 英勇不屈 慷慨陈词 北军士兵竟然为他所感动 把他给放了 更出人意料的是 他被放走后 并未回家过自己的日子 而是召集起他的学生们 在平日上课的明伦堂 教授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一堂课 他对自己的学生说 我平时教了你们很多东西 但其中要义 你们未必知道 今天我就告诉你们 其精髓就在于此堂之明伦二字 请诸君牢记 说完 他便以头撞住而死 学生们见此惨状 是嚎啕大哭 上前救护 毅然回天乏术 王省 不为强权 不求苟活 为自己的信念而死 死得其所 死得其所呀 已经死去的王省 和正在赶路的铁炫 是相同的人 他们都为了自己 心中的信念而奋斗 区别只是在于 一个报国无门 一个效力有方而已 铁炫和高威两个人 以必死的决心 带领一群残兵奔赴济南 当他们到达济南后 却意外的发现 李景龙又吃了一次败仗 原来李景龙一口气逃到济南后 整顿了部队 此时他的手下还有十几万人 他本来打算抵抗一下 没有想到朱棣 没有留给他这个机会 朱棣率领大军 向李景龙发动了猛烈的进攻 李景龙已经被打出了孔朱镇 一触即溃 这一回他逃得更为彻底 单人匹马跑了回去 把十几万将士都送给了朱棣 铁炫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进入济南城的 他不会想到 作为一介书生的他 将在这里立下不朽功绩 并为这个城市的人世代传颂 在济南城中 铁炫遇到了另一个影响他一生的人 死人叫圣雍 是李景龙手下的都指挥使 圣雍名字中虽有一个雍字 但他本人却绝不昏庸 相反 他是一个极具军事才能的将领 李景龙的逃走对他们而言 也算是一件好事 铁炫和圣雍 终于可以摆脱这个蹩脚的家伙 去创造属于他们自己的奇迹 此时的济南城里 挤满了人心惶惶的逃难百姓 和打了败仗的残兵败将 治安情况不好 有战斗力的士兵极度缺乏 铁炫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烂摊子 而且上天也没有给他更多的时间 朱棣已经带领着他的十几万军队 准备攻城了 这是一场看似胜负悬殊的较量 很多人如果处在书生铁炫的角色上 早就开门投降了 事实摆在那了 李景龙最强大的六十万军队 已经被打垮了 现在城内的不过是些漏网之鱼 朱棣呢 也是这样认为的 他一反常态 不再畏首畏尾 而是第一次主动采取攻势 把自己的所有军队列队扎营于城下 他已经打败了所有强大的敌人 拥有了更强的实力 无数的州府都投降于他 他决定改变自己的战术 硬拼一下 他要让这座城市彻底屈服于他 朱棣啊 过于得意忘行了 他似乎忘记了他当年 是怎样战胜比自己强大的敌人的 决定战争胜负的 并不一定是先进的武器和士兵的数量 而是人的决心和智慧 铁绚虽然不是科班出身 不懂得军事 但他是一个极有悟性的人 他在严酷的战争中锻炼了自己 了解了战争的规律 并最终被推举为济南城的镇守者 而具有丰富军事经验的圣雍 更是成为了他的得力助手 这两个人的组合将在今后数年内 让朱棘寝食难安 朱棘在准备妥当后 向济南发动了进攻 北军是日夜攻打 铁绚亲自在城上指挥战斗 身先士卒 他的这种行动感动了原本垂头丧气的士兵们 在这些战败者的眼中 铁绚是一个可以信任和依靠的人 防守官兵士气大阵 连续打退多次进攻 北军在城下徘徊数日始终不得门道 每天除了抬回无数具尸体 再无任何进展 朱棘向来不是一个蛮干的人 他观察了济南的地形后 想出了一条很是恶毒的计策 决堤放水 用洪水淹没济南城 并摧毁城内守军的意志 这一招确实厉害呀 守军是不可能一边游泳 一边打水仗的 而这种人为的灌水法 用编织袋 那是堵不住的 眼看城池就要失手 铁楦 不慌不忙 他想出了一个绝妙的方法 不但可以缓解眼前的危机 还有希望避其功于一意 铁楦预备了一千人前去诈降 并希望朱棘单济入城接受投降 以表明他的诚意 他相信在危机时刻的投降 朱棘是不会怀疑的 果然朱棘上当了 他真的一个人来的 济南城城门大开 似乎在等待着他的新主人的到来 而实际上 这座不设防的城市 是铁楦张开的一口麻袋 正等待着猎物的到来 就在朱棘骑马即将进入城内时 城内忽然有人叫了一声 千岁 这是行动的暗号 叫声未觉 从城门上突然降下 类似武侠片中机关的铁板 意图将朱棘困在城内 这算得上是一个极为精妙的设计 可惜呀 那位操作的人兄 手稍微急了点 铁板没有隔住朱棘 正好打在他的码头上 朱棘被这道从天而降的铁板搞懵了 他慌不择路 立刻换了一匹马逃命去了 这件事情 使得朱棘是十分气恼 他难得信一回别人 却被欺骗了 他那并不纯洁的心灵 受到铁楦无情的伤害 于是他再次命令士兵 猛攻济南城 但济南仍旧防守严密 朱棘一连打了三个月 都没有任何进展 为了打破僵局 朱棘决定用他最后的秘密武器 大炮 明代的大炮 已经广泛应用于战场 在静难之战中 南北两军都使用这种武器 但总体而言 北军使用的频率要少得多 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北军 以骑兵为主 而朱棘的战术是突袭 这样的战术特点 决定了他们不愿意 也不可能随时带着这些 动辄几百公斤重的大家伙 但现在既然是攻城战 大炮就派得上用程了 这下铁炫要面对镇守济南以来 最大的危机了 当时铁炫的手中没有火箭炮 凭着火冲和弓箭 也是不可能摧毁对方的炮兵阵地的 他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北军士兵 一边唱着小曲 一边装填弹药 然后点燃引线 把特制的礼物 各种大铁球 以空降的形式送给自己 当然了 能人总是能够从没有办法的地方 想出办法来的 如果铁炫真的无计可施 让北军就此攻破城池 相信济南城内 就不会有纪念他的铁公瓷了 顺便说一句 我也曾经去铁公瓷拜过 单凭他处理这次炮轰济南的危机时 表现出来的智慧 他也有资格被后人崇拜了 当朱棣准备好大炮和弹药 正准备炮轰济南城时 城头上出现的一幕 让朱棣目瞪口呆 他立刻下令不许开炮 因为他看到了城头上铁键挂出来的那些东西 他知道打不打得下济南是小事情 要是开炮把这些玩意儿打坏 那才真是大麻烦 到底是什么东西让朱棣如此投鼠忌气呢 铁键手中似乎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了 即使有什么值钱的玩意儿 只要开炮打进城去 一切都将归自己所有了 还忌讳什么呢 事情啊 滑稽就滑稽在这里 铁键挂出的这些玩意儿一点不值钱 但却是真要命 就算你打死朱棣 他也是不敢开炮的 原来啊 铁键找人连夜做了十几个大牌子 上面功功整整的写了 大明太祖高皇帝神牌几个大字 挂在城墙的四周 这些木牌子真是比防弹衣还顶用 朱棣在城下是气急败坏 破口大骂 但就是不敢动真格的 这一切都早在铁键的预料之中 要知道这个世界上的事情 没有朱棣不敢干的 他敢对皇帝无礼 敢瞧不起皇帝 还敢公开造反 而这些木牌子 不过是用普通的木头 写上几个字而已 为什么铁键断定朱棣 绝对不敢损坏这些木牌呢 如果当时有心理战的话 那么铁键应该就是其中高手 他准确的抓住了朱棣的弱点 朱棣的弱点并不多 但确实是有的 他的弱点就是出兵的理由 虽然天下所有的人都知道 朱棣是反贼 但是朱棣毕竟还是有一定的理论支持的 这个支持就是他老子朱元璋的遗训 所谓藩王静难 扫除奸臣事业 其实也就是用老子来压孙子 可是现在铁键挂出父亲的神牌 如果用大炮攻城的话 岂不是连老爹的神位也敢毁 这是万万使不得的 朱棣何尝不知道这些所谓神牌 可能是铁键派人上山砍些木头下来 找几个册字先生 随便写几个字上去 有何神圣性可言 但奇怪就奇怪在这里 大家都知道这个玩意儿是假的 可就是没人敢动手去砸了他 朱棣这种既当婊子 又想立牌坊的心理 也被铁键充分利用 弄出了这么一幕滑稽戏 城下的朱棣大炮齐背兵马强壮 只要命令开始攻击 济南唾手可得 可他暴跳如雷 有怒难发 就是不敢开炮 城上的铁键得意洋洋 敲打着那些 昨天可能还是山上林木的所谓神牌 以挑衅的眼光 看着下面的朱棣 那意思似乎是说 有种你就开炮啊 朱棣没种开炮 只好收兵回营 这应该是朱棣军事生涯中 最为窝囊和郁闷的一天 这一幕后来被很多电视剧引用 都没有著名是转载 在这里本人为铁键先生 申明一下 此举为铁键先生原创 他的智慧和这种玩弄敌军 与鼓掌之间的气魄 确实值得我们惊讶 朱棣终于感觉到了自己对手的强大 一群残兵败将 一个没有打过仗的书生 一座似乎踢一脚就会落下几块砖头的城池 居然挡住了自己十几万大军 看来济南并不属于我呀 至少现在不是 还是 班师回去吧 可是想走就走得了吗 城中的铁键敏锐地发觉了朱棣撤退的迹象 他和圣庸率军追击狠狠地打了一次落水狗 朱棣慌不择路 一退几百里 铁键趁势收复德州 铁键和圣庸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 敢于迎战朱棣十几万大军 并凭借自己的不懈努力和坚强信念 获得济南守备战的胜利 为下一步的反攻争取了时间 可谓挽狂拦于祭祷 铁键也因他在战役中表现出来的智慧和勇气 作为一位传奇人物 为济南人所铭记 此战的胜利 给长期以来郁闷无比的建文帝带来了一丝曙光 他晋升铁键为山东不正史 之后又让他担任了兵部尚书 这位并非干军事出身的书生 能够担任最高军事长官 实在要感谢朱元璋的清除功臣活动 和李锦龙的愚蠢无知 建文帝终于也做出了一个十分英明的决定 他撤换了李锦龙总司令的职务 并将他授予圣雍 事实证明在当时 圣雍确实是这个职务最合适的人选 这时逃跑比赛冠军李锦龙 一溜腰回到了京城 这位仁兄实在是让人无话可说呀 出师时候的六十万大军输的是一干二净 只剩下了他本人光着屁股跑了回来 连当初宝举他的黄紫诚都想拿把刀砍死他 黄紫诚觉得自己罪孽深重 恨透了李锦龙 便连同御史大夫炼子宁和御史叶熙贤 向建文帝慷慨陈词 请求力斩李锦龙 建文帝拒绝了他们的要求 他拒绝的理由似乎也很充分 李锦龙是他的亲戚 他一向以慈悲为怀 具有博爱精神 对造自己反的叔叔都关爱有加 更何况是一个打了败仗的表亲 而且在他看来 李锦龙打败仗已经是既成事实 杀掉他没有多大用处 养着他也不过每年多费点粮食 何必一定要取人性命呢 不管怎样 南军方面终于从开战后的一头雾水 稀里糊涂的状态中恢复过来了 他们确实找到了能够对付朱棣的将领 并开始积蓄反攻的力量 经过修整 重新布置的南军准备向朱棣发动反攻 保守的耿炳文和愚蠢的李锦龙将不再出现 朱棣将面对由新一代的优秀将领组成的南军最强阵容 也将迎来他人生中最为惨痛的失败 朱棣生来就不是一个被动挨打的人 在得知圣雍准备北伐后 他提前开始了进攻 建文二年1340年11月 朱棣向南军重兵驻守的苍州发动进攻 歼灭数万南军 俘获大将徐凯 之后马不停蹄继续发动猛烈进攻 打下德州济宁林青等地 南军统帅圣雍得知朱棣先发制人后 准确的判断了形势 转攻为首 吸引北军继续前进 他明白 小打小闹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与朱棣的决战是在所难免了 圣雍仔细地勘察了地形 选定了决战的战场东昌 这里即将成为北军的集体公墓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摩铁图书授权的明朝那些事 我王庚新为您播讲 喜马拉雅FM独家播出 最不一样的历史尽在明朝那些事 为了吸引朱棣前来决战 圣雍啊 他放弃了很多城市 避其锋芒 有步骤的安排自己的军队是节节后退 他相信济南的失败必然会使得朱棣更具有进攻性 也更容易掉进自己部下的这个陷阱 圣雍的估计是正确的 这个时候的朱棣确实有着比以往更强的这种进攻欲望 济南的失败让朱棣是寝食难安啊 特别是铁炫 使用父亲的神牌这样的手段逼退自己 更是让他有被人耍弄的感觉 他有充分的自信 即使铁炫再聪明 那也只是防守的本事而已 真正决定战场胜负的还得是进攻 若论进攻放眼天下 有何人可与自己匹敌 朱棣并不是没有察觉到圣雍的企图 但他有着充分的自信 在他年少的时候 已经投身军武 得到过无数名将的指点 经历过战场的血腥厮杀 他战胜了无数可怕的敌人 有着充足的战斗经验 南军的那些将领 不是太老就是太嫩 不可能成为自己的对手 要说在南军中堪称自己敌手的只有一个平安 此人确实是一个劲敌 如果他要是成为南军统帅 倒真是难以对付 但可喜的是 朱允文又犯了一个错误 他任命李景龙手下的都督圣雍 接替了这个指挥位置 让平安做了圣雍的副手 朱棣的大军不断的前进 十二月份攻占了东俄东平等地 在离东昌不远的华口 朱棣遭遇了圣雍手下大将孙林带领的前锋部队 似乎和他所预想的一样 圣雍的军队是不堪一击 他没有费多大功夫就击溃了对手 这使得朱棣是更加相信圣雍 将和李景龙一样败在他的手下 然后灰溜溜的逃回去 一气风发的朱棣 终于摆脱了济南作战的阴影 他率领着十万大军 抵达了最终的决战地点 东昌 圣雍啊 正在东昌这儿等待着他呢 说起圣雍这个人啊 还真是有几分传奇色彩 明史圣雍传第一句话就是 圣雍不知何许人也 看似滑稽的几个字 说明这是一个生平不明的人 用今天的话来说呢 就是黑户 什么出生地啊 出生日期父母是谁啊 一概的都不清楚 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 那就是啊 他打过很多的败仗 他先在耿炳文手下当参将 经历了真定之败 随着李景龙代替了耿炳文的位置 他就转而跟随了李景龙 应该说在李景龙的手下 圣雍还是学会了很多东西 比如打败仗后如何逃跑 如何选择逃跑路线 如何收拾残兵败将等等等等 在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战役里 他已经习惯了战败者的角色 他似乎啊 是在被人追逐中度过自己前两年的军事生涯的 人家跑 他也跑 从真定跑到北平 再跑到德州济南 一直以来 他都像被赶鸭子一样赶来赶去 这两年对于圣雍来说 所谓军人的尊严在他那儿 不过是一句笑话而已 失败逃亡 再失败再逃亡 如同丧家之犬一样的生活 还有什么尊严可言 当然 如果圣雍就这样混下去 那么在历史上也就不会有什么圣雍传了 他在历史中最多会留下一句诸如 某将明圣雍被斩于某战役中的记载 后来的事实证明 他是一个有着卓越军事才能的人 虽然以前他没有跟队领导 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中 他学到的绝不仅仅是逃跑 失败磨砺了他的心 圣雍曾多次在阵中看到过朱棣的身影 朱棣那快速的进攻和突破 选择时机的突然性和准确的战场判断力 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每次当他看到朱棣身先士卒 率领精锐骑兵来往纵横 无人可挡的雄姿势 他都会产生无尽的感慨和疑问 这个人是可以战胜的吗 在那一次次的失败中 圣雍不断的学习和总结着经验教训 他渐渐的摸清了朱棣的进攻套路和方法 以骑兵突击侧翼正合其胜 经过仔细的谋划后 他根据朱棣的攻击方式 专门设定了一套独特的战法 并在东昌设下战场迎击朱棣 前哨 这个时候向圣雍报告了朱棣 到达东昌的消息 圣雍知道 他终于要面对这个可怕的敌人了 出乎圣雍手下将领的意料 圣雍并没有选择坚守城池 这些将领们都和圣雍一样 在数次败仗中吃够了朱棣的苦 深知他的厉害 对于正面与朱棣作战 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恐惧心理 当圣雍宣布他将列队背城引战时 手下将领是一片哗然 反对之声 哎呀此起彼伏 圣雍没有说话 他呀静静地看着他的将领们 慢慢地将领们啊 终于安静下来了 这个时候圣雍开口说道 我相信诸位绝非贪生怕死之辈 燕王确实厉害 但若一味死守城池 带其侵略而来又席卷而去 我等为人驱赶何日方休 但请各位 其心协力与其决以死战 胜负虽未可定 忠义必可留名轻史 被城而战 有进无退 有生无死 再也不能逃跑了 即便是为了军人的尊严 也要决以死战 朱棣 就让你看看我这个无名小卒的厉害 朱棣带领着他的精锐部队来到了东昌 开始与圣雍的决战 正如他所料 圣雍的军队中 骑兵既不多是也不惊 但这些士兵却装备了另一种武器 什么武器呢 火器和弓弩 圣雍深知 要在骑兵对冲中战胜朱棣 那无异于吃人说梦啊 于是他就发挥了自己的特长 大量装备了火器和弓弩 为了增加杀伤力 他还命人在弓弩的箭头上 抹上了毒药 不给北军负伤后等救护车的时间 务必做到一击必杀 朱棣看见这个阵势 终于明白了来者不善 但箭在弦上是不得不发 就看是你的弓弩快 还是我的精锐骑兵快了 一声号令之下 朱棣亲自率领骑兵开始攻击 和以往一样 他选择的方向还是盛雍的左翼 但在他全力冲击之下 左军竟然是窥然不动 朱棣反复冲击毫无效果 这一招实在是老掉牙了 盛雍对此早就有准备 他不但派重兵保护自己的左翼 还设计了一个朱棣做梦也想不到的圈套 他决定了 将计就计 利用朱棣的这一进攻特点 彻底的击败朱棣 进攻失败 朱棣及时调整了部署 他决定改变突破口 以中央突破战术攻击圣雍的中军 以求获得全线击溃之效 很快 朱棣率领他的骑兵 发动了最大规模的进攻 圣雍的中军是一触即溃 纷纷向后逃散 朱棣大喜 发动全军追击敌人 可是他的追击没有持续多久 朱棣就惊奇的发现 越往里突进 南军的人数越多 而且他们并不像是逃散的士兵 手中都拿着火器和弓弩 正瞄准着自己的军队 一个念头瞬间闪过朱棣的脑袋 上当了 这正是圣雍的计划 他料定朱棣左翼攻击失败后 会转而攻击中军 便设下了陷阱 朱棣攻击时安排中军后撤 带其进入包围圈后 再进行合围 朱棣又一次陷入了危机之中 这一次他不可能像白沟河之战那样 去欺骗敌军主帅了 圣雍不是李景龙 朱棣已经成为了囊中之物 他这次就是把马鞭挥断 也不会再有任何效果了 此时在包围圈外 还聚集着朱棣的大批士兵呢 但由于主帅被围在了里边 大家都不知所措 经验告诉我们 关键时刻 总是会有英雄人物出现的 这次充当英雄的是朱能 朱能啊 紧跟朱棣进攻南军 在南军一片眼花缭乱的阵法变换之后 他忽然发现自己把主帅给丢了 这还了得 再不把人找到全军就有崩溃的危险呢 当他得知朱棣已经被包围的时候 立刻率领自己的亲兵 向南军包围圈是猛冲 此人实在是少有的勇猛忠义之人 也出了名的不要命 以前他曾有过带领三十多人 追击数万大军的光辉记录 这一次他也没有让朱棣失望 左冲右突之后 他居然在乱军中找到了朱棣 并且和朱棣一块冲出了重围 所谓有师必有德呀 圣雍设置的圈套 虽然没有能够套住朱棣 却套住了另一个人 朱棣被包围之后 最为着急的并不只是朱能一人 张玉也是其中之一 他是公认的朱棣手下第一大将 朱棣也与他是交易深厚 眼见自己敬爱的领导被陷了进去 张玉也效法朱能拼命就冲进了包围圈 经过奋死拼杀张玉终于冲了进去 但他看到的不是朱棣 而是死神的笑容 朱棣已经被朱能救走 杀红了眼的南军士兵 眼看着到手的鸭子飞了 正想找个人发泄一下 张玉的出现正好满足了他们的愿望 于是乎众人一拥而上是人手一刀 把个张玉砍成了肉将 以往被朱棣追着跑的将领们都意识到 有冤报冤有仇报仇的时候 到了他们不需要圣庸的动员 拼命追杀落水狗 北军随即一溃不可收拾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乌漏偏逢连夜雨 破骨总有乱人锤 朱棣的另一个克星平安又帅步赶到了 与圣庸和兵一处追着朱棣跑 一生几乎从未打过败仗的朱棣 就这样败在了一个无名小卒的手上 东昌之战成就了圣庸的名声 他不畏强敌 敢于凭借自己的勇气和意志 挑战当时最优秀的将领朱棣 从某种意义上说 正是他打破了朱棣不可战胜的神话 而朱棣也终于领教了这个无名小卒的厉害 他苦心经营的北军精锐 大步被歼灭 元气大伤 战场上刀剑无眼 没有人是绝对安全的 但是说来十分滑稽 虽然此战中圣庸大量使用了火器和弓弩 并几乎全歼了朱棣的北军 在这场战役中 最安全的人却是拜军主帅朱棣 无论南军士兵多么勇猛 那些火器弓弩都不敢朝朱棣身上招呼 这也是为什么朱棣在乱军之中得以幸免的主要原因 这一罕见的现象的缔造者 正是朱棣的死对头朱允文 他那道不能伤害朱棣性命的圣旨 使得朱棣数次死里逃生 那些打仗的南军士兵们并不是傻瓜 他们十分了解其中的利害关系 朱棣和朱允文 人家是叔侄俩 虽然现在刀兵相见 属于敌我矛盾 但万一那一天俩人决定不打了 来一场认亲大会 再来个和解 转化为了人民内部矛盾 那可就大大的不妙了 朱棣没准闲来无事的时候写本回忆录 回忆起某年某月某日 某某人在某场战役中砍我一刀 或者射我一箭 虽然那个时候朱棣可能仕途上并不得意 但要整个把小兵 那还是很容易的呀 朱允文的这道指令最厉害的地方 并不在于所谓不得伤害朱棣的命令本身 而是在于无数的南军的将领和士兵们 从此命令中看到了两人和解的可能性 面前的这个敌人将来有一天 甚至可能会成为自己的主人 所以动手杀朱棣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情 实在是没有多少人会去做的 朱允文呢 是一个不合格的政治家 在打仗之前 他很体贴的给自己的敌人 穿上了一件厚厚的防弹衣 如此作战岂有不败之理呢 天语不取 反授其咎啊 穿着防弹衣的朱棣回到了北平 虽然他本人在战役中并没有吃多大的亏 但他苦心经营的北军精锐部队几乎被全歼 这才是他最大的损失 此时的北军也终于明白 他们并不是不可战胜的 自己的对手南军也有着很强的实力 东昌决战的实力使得他们的士气降到了最低点 情绪低落的朱棣去找自己的谋士倒眼 商量应对之策 这一回啊 他不再是和和气气的了 看着自己眼前的这个和尚 那气啊 不打一处来 如果要不是这个和尚 自己也不会毅然决然的走上这条不归之路啊 这个道眼 没有朱棣那样焦急的心态 对他而言 这游戏才刚刚开始 他不紧不慢的告诉朱棣 现在已经不能回头了 最要紧的事情应该是立刻整顿士气 为下一次的战役做好准备 北军刚愈大败 要恢复士气 那谈何容易啊 但是道眼似乎总是有办法的 他为朱棣提供了一个可以用来做感情文章的人 张玉 张玉被称为朱棣手下第一大将 有着很高的威信 朱棣本来也对他的死去痛惜不已 便顺水推舟 为张玉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并命令所有部下都要参加 由于张玉是死于乱军之中 估计是没有失守的 所以啊 遗体告别仪式就没法搞了 但朱棣还是下足了功夫 亲自为张玉写道文 并当着众人的面 脱下了衣服烧掉 以示哀悼 虽然根据朱棣的财富估计啊 他的衣服很多 这一举动 不过还是打动了在场的很多人 他们都流下了眼泪 表示愿意继续作战 为张玉复仇 朱棣用他精彩的表演 告诉了我们一个真理 死人往往比活人更好利用 完成了表演任务 朱棣疲惫的坐在了椅子上 看着对面打坐的这个和尚倒眼 这个怪异的和尚已经跟了他十多年了 但他依然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人 这个和尚从来不安心过日子 一心一意想造反 更让朱棣惊叹的是 此人无论碰到什么紧急情况 总是不慌不忙 悠然自得 真是个难以捉摸的人 朱棣深深的吸了一口气 从出兵到如今 他才真正体会到天子之路的艰难 要想获得那无上的荣光 就必须付出极大的代价 即使自己有着无与伦比的军事政治天赋 仍然走得无比艰难 朱棣似乎有点厌倦了这种生活 每一天都在担惊受怕中度过 何时是个头呢 朱棣又看了一眼 坐在对面的导演 这个始作俑者 此刻好像变成了一个 与此事毫无关系的人 他摇了摇头 苦笑着对导演说道 此次静难如此艰难 实出意料 若与大师一同出家为僧 倒也不失为一件乐事 听到这番话 一直闭眼打坐的道演 突然间就站了起来 走向对面 他一把抓住朱棣的衣袖 用近乎咆哮的语气 对朱棣喊道 殿下 已经无法回头了 我们犯了谋逆之罪 已是乱臣贼子 若然失败 只有死路一条 朱棣被惊呆了 这些话的意思 他不是不知道 他也明白 自己失败后的结局 只有一个死 但他仍然不愿意 面对这残酷的现实 不做天子 就不能再做人了 朱棣带着一丝无奈的表情 垂下了头 好半天 他又把头抬了起来 脸上已经恢复了以往 那冷酷的表情 是的 你是对的 我们 没有退路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